主題這邊都已經秀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台灣產業黃金十年的系列論壇 我們今天是第四站 來到了南台灣 我們今天主要是針對我們的服務業的缺工的問題 整個缺工海嘯不單只是服務業 整個台灣的產業 其實都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藉由 透過一些什麼樣子的方式 把人才的缺口想辦法來補足 這也是我們111人力銀行長期在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講到缺工 其實我們要回過頭來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們透過產業的轉型 其實很多的產業都不斷地在喊轉型 怎麼去轉型 其實這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打個比方講 我們最近去到某些連鎖的餐飲業 你們有沒有發現 大家都用了這個機器人收盤子 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餐飲服務業 可能在做的一個轉型的部分 那再講到近期 這邊是for example 講到近期 我們非常夯的Chad GPT 對不對 那它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全球就已經有多少 超過1億人註冊成為它的會員 好 那同時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針對我們服務業的部分 因為服務業在台灣 其實一直是最重要軟實力的基礎 對不對 雖然我們有很多人才被對岸挖走了 但是我們在島內的部分 我們如何在連接學校這個人才提供端 我們要如何去把這一段做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的一些相關的 我們的長官還有我們的學者 一塊來探討 討論 好 那剛剛講到了Chad GPT 其實它是 我們講到一個產業轉型的一個案例 就是透過AI的方式來做 那透過這個Chad GPT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1111人力銀行呢 也特別跟一個叫做社群媒體 我們叫做科技島 我們有一個合作 合作什麼呢 我們特別推出了這個針對Chad GPT的一個免費的 短 中 淺 對不起 就是短 中 長 就是淺 中 深的這個課程 提供免費的課程 來讓我們社會各界的人士 能夠來報名參加這樣的一個課程 那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話 也可以多多的來去做應用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非常的感謝大家今天能夠力臨 我再一次代表1111人力銀行 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我們非常謝謝張總 大家好 那我是交通部觀光局旅宿組組長黃毅成 那今天很開心來這個 由一億人力銀行所主辦的這個解決 服務業缺工解放 而且是聚焦中台灣的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那其實為什麼我今天會特別來 其實在服務業裡面的缺工 我們旅宿業的缺工真的是非常的嚴峻 那其實旅宿業的缺工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那其實在過去這三年裡面呢 因為疫情的影響 其實缺工的情形 很多人很多旅館它轉做防疫旅館 那其實現在很多學生或者說很多的家長 可能也知道 哇 這個旅館是不是變成防疫旅館之後 未來它是不是它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 有風險的一個產業 一個行業 所以其實在過去這三年 很多離職的員工要再找回 真的是也很困難 剛剛就是在跟劉董事長在談的時候 也是哇 這個防無人員的缺工 其實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其實就如同剛剛張總理所講的 我們也是 觀光局這邊 也是協助我們業者 我們想盡各種方法 窮盡各種的方法 也是希望大家來旅宿業工作 其實旅宿業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一個工作 雖然它很辛苦 可是它如果在一個有制度下 然後它是一個在一家良好的公司工作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獲得很多很多的 一些實務上的經驗 那也可以在業界有很好的一個career 那觀光局這邊在協助業者 在所謂的木材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前進校園 我們跟校園做一個扎根的一個活動 我們前幾天也在台北的大學裡面 去跟學生去敘說 與書業有怎樣一個生涯的規劃 你可以再做怎麼樣的事情的發展 那我們也除了希望我們的業者 他可能透過勞發署的就業的管道之外 當然要善用一一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好的爭彩的管道 能夠來爭彩 那我們業者也努力的在可負擔的範圍裡面 希望用比較好的薪資來吸引人才來旅宿業 那居裡面這邊也會跟勞發署 勞動部那邊做持續的溝通 怎麼樣能夠讓這個旅宿業的人力能夠得到 盡快的得到一些紓解 得到一些補食 那今年的觀光 我們觀光的一個目標是希望來台旅客有600萬 可是它就是需要我們在旅宿業 有非常穩定的量能來支撐這樣的服務 所以其實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缺工的議題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它可能是一個我們必須長久面對的一個議題 那怎麼樣有優質的人力 那怎麼樣有優質的管道去找到優質的人才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很開心看到各位來參加這個論壇 那我也很開心能夠來到這個場合 那今天如果有得到一些什麼 有歸納出一些結論 也都是可以讓我們觀光局這邊來作為參考 那也謝謝各位大家參加 也謝謝一一人力銀行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那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已 謝謝 好 我們非常感謝黃組長精采的分享 感受到除了最近在最夯的WBC的一個經典賽之外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台中的舒服 還有街道以及整個觀光景點 這樣整個串聯起來一個很悠閒的一個生活步調 那所以在我們這邊的話應該是整個觀光產業也會是非常的活絡 為什麼 因為我們即將在大家如果下高鐵站的話 會有高鐵 捷運 台鐵 它邊有三鐵共構 它即將是一個五倍大 多大呢 大圓百加星光三月五倍大的一個商城 加國際的一個旅宿 一個觀光飯店的一個商城 然後另外在我們整個台中市在投入經濟的發展裡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有些數據 連續從盧市長上任以來 我們大概目前有11項是全國的經濟指標達到全國第一 那帶動了多少 兩百六十五家的產業到台中來投資 那增加了大概兩萬多個工作機會 那帶動的就是又是缺工的問題了 所以製造業的缺工 目前也在他們的產業裡面大家哀哀叫 那更何況到我們另外我們服務業這邊 我相對也可以感受到我們台中的發展 整個不管任何行業別 其實在人 就是缺人的這個部分 都帶來蠻大的一個恐慌 那為什麼呢 我舉製造業來講 以工具機來講 他們是到後山到花蓮 去邀請到高中職的學生來到台中中部 然後有些廠商他要不到人的 他就去台東找國中 國中的要即將升高中 他把他整車載來台中 把他載來台中讀書 然後提供他就業機會 所以他們是往下的年齡層下去分工 然後再做一個產學合作 然後一個實習在後續的留財的部分 那相對的 那我們服務業 有可能這樣來做一個人才的招攬嗎 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可能也許現在學校端 來做一個人才的招募 然後實習建教 那是不是說後續 因為我們平均餘命 因為我本身來自醫療界 我們大家的平均餘命 在延長的情況之下 65歲之後退休這些銀法的人力 怎麼樣來做一個運用 所以我想這部分整個 在我們產業上面可以透過 怎麼讓人再多一點的一個方式 那甚至說在不用人的情況 就像我們的銀行這邊也用AI的方式 來做一些課程的一個介紹 那相對製造業也會這樣 那所以在我們服務業裡面 有沒有可能應用科技 智能 除了說餐廳的機器人在送餐之外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以前老師就說 你們要投入的產業 最好不要人力密集的 因為會很辛苦 因為所以我想 這也剛好是我們今天整個議題的發想 所以也非常感謝1111人力銀行這邊 來協助我們 怎麼把現況跟缺工的大家解方 透過大家集思廣益的方式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 也許就我們地方政府的部分 我們勞工局也可以來協助一些爭財 或者是說我們又舉辦幸福職場 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透過這樣讓我們服務業的廠商 可以在這邊可以得到更多的一個回饋 然後也祝大家今天收穫滿滿 也代表我們台中市政府 歡迎大家來投資台中 謝謝 謝謝 分享這個我們產業缺工 這個服務業缺工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我想 我從我商業總會 商業總會是服務業為主體的一個 等於算是全國性的一個雇主團體 那我們來看這個事情的觀察 那因為今天我剛剛看了 我們今天與會很多來賓 包括很多語談的貴賓 大概幾乎都是旅宿業的 還有先進還有老師 都是這些專家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我的簡報裡面 可能有些談到旅宿業 我會直接跳過去 因為等一下專家們會談得更多 那我針對我的部分 我是從商業總會 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簡單的一些觀察 我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那這幾個議題 我們大概從整體的產業發展 跟台灣區的產業分布 然後缺工現況 缺工原因觀察 跟解方 這些概念 來做個野人宣布吧 一開始就先這樣子做好 那我們整體產業發展 我們這個數據是從 主義總處那邊抓的 大概100年到110年 我們看到一下 大概台灣現在目前看總體的一個 國內的這個明目生產的GDP的部分 大概將近22兆台幣 那看起來我們的服務業 這個沒辦法點 雷射可以點一下嗎 沒有沒關係 OK 好 那服務業跟製造業來講的話 服務業還是多於製造業 即便這兩年疫情 那個製造業飆升 但是服務業總體還是多於製造業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GDP 它的目前的分佈狀態 我們這三年是因為疫情關係 那整個服務業 我們看這10年期間 整個服務業 它事實上還是往下掉的 從65%到59% 這是目前服務業的一個 發展的這樣一個數字 那製造業剛講的是 因為這三年疫情的關係 它急速的擴張 那目前那個國發會事實上 才剛發布那個藍燈的景況的預期 而且講應該到年中 還是會繼續發布藍燈的 這個也就是景氣是下滑的 那去年我們整個國家的GDP大概 3.5 3.6左右 那其實今年大概預估 好像台經院現在目前是預估 2.5左右 然後主計處它1月的時候是2.12 但國發會比較樂觀一點 它好像講到今年可能還可以保到2.7 但事實上還是比去年糟 所以就看起來是今年的整個大景氣來講 事實上大家不管是製造業 或是服務業 服務業我們因為缺工的問題 你也樂觀不到哪裡去 大概是這樣 然後剛剛那個觀光局黃組長他講 我們現在目標是600萬觀光客 前一陣子我跟觀光旅館公會那個卓秘書長 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600萬事實上跟我們好的之後1100萬 這比起來事實上還是差了很多 我們從我們周邊的民生行業 從計程車司機 他們就感受到這個疫情前跟疫情後 到現在目前事實上我們國門已經開了 但事實上它的衝擊影響都還在 因為你的背包客真的沒有進來 所以整個國內的內需產業是不是能夠上來 這個有待觀察 那不過我們這邊特別拉了幾個數字出來 這個就是我應該講的是 109年跟110年一個三倍券一個五倍券 造成我們的事實上我們的服務業真的沒有很慘 因為我要講的這個事情是 因為真的有一些政府一些政策把它挹注進來 所以有堅住了 那今年有一個六千塊 這個也是應該是我們內需產業拿得到的 那我們大家就期許看看 今年GDP會不會有所精進 讓我們的期望比較高一點 那這一張表要凸顯出的就是我們的GDP 應該是說我們的整個就業人口數 各區域的行業別的部分 從工業服務業跟第一產業 二產業 三產業 我們的分布大概狀況 那北部的服務業 我們的產業分布大概66.4%左右 中部大概52.47% 然後那個南部大概54.7% 然後到東部可能68% 因為它製造業比較少 這個大概是行業別的概況 那再拉一下就是這是中張投地區的 那服務業以台中市來講 佔了就將近60% 那這個我特別要框起來的原因是 台中市這個數據 蠻符合台灣的現在服務業的佔比 都會區的型態 大概服務業的情形 台中市真的是蠻典型 在台灣服務業製造業佔比的比率是這樣子的 那再來我們講到缺工的現況 這個去年如果在講這一堂 這個座談的時候 第一張圖就不會出現 那個製造業非常的夯 一直在那邊搶 都在搶員工 從服務業在搶員工 哪邊都在搶員工 這個大廠去搶小廠的 所以那個時候是整個夯的 但是問題因為那個庫存太多 然後這個很多東西都那個 等於說物流等等的這些相關狀況 把我們現在庫存還沒辦法清光 所以造成現在目前製造業 科技業是往下修的 從國外開始到國內都是一樣 那我們的服務業的部分呢 現在就是缺工的問題 剛剛幾位先進都還講到 我們的餐飲業 現在連加薪 你可能都還找不到你想要的人 這個缺工 像那個聖志仁講的 加薪你也招不滿你的人力 這個關鍵字我把它抓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邊有講到這個 物流業這個部分 其實我等一下 我大概把物流圈 我等一下參與 旅塑業少講一點 物流跟運輸業我等一下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看到調查一些狀況 那這個框起來 事實上它這個紅色框起來 是講旅塑業目前應該是缺工缺最多的地方 那但是政府呢 目前針對這個部分 是真的很想要解決 但是我是覺得有一些利有未待 很多東西還是沒辦法完全配合 為這個事情 大概兩個月前吧 我們邀請了勞動力發展署的副署長 到我們上總 然後跟幾個就位輔導組 幾個組長一起來談一下如何解決 相關缺工這樣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它除了還是講訓練 然後就是媒合等等這樣子 這是一個原則性的一個解方 但事實上有沒有更多的解方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繼續來探討下去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 二月份做了一個調查 在針對我們一些行業別 我們發問卷的時候說 你們缺工比較嚴重了 你覺得很嚴重 那你們就來填這個問卷 那回來的當然是旅塑餐飲 那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這邊 大概也就不太去提它 但是提了還有另外一個產業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它會跟我們生活也滿然相關的 運輸業還有倉儲業 這他們缺工的問題 我就舉例來說好了 現在目前運輸業 它的問題是 它找不到職業司機 那很多大概年輕人 但也不太願意去從事這樣的一個行業 所以尤其這三年疫情期間 大家知道那個零接觸經濟太多了 每一個人都在家裡上網去買東西買東西 除了運輸業 那物流業裡面的那些禮貨人員 等等它的壓力都非常大 所以造成 我有一次跟某一家很大的一個物流企業運輸 專門做宅機配的 他們在談這個事情 他說他們缺工的問題是缺在哪裡 我們最近也在討論這個 我們的果定假日連續假的 四天 五天 六天這些連續假的問題 他說他們那個行業最怕就是連續假 他連續假結束隔一天 員工一半要請假 為什麼 因為很多貨 一定很多貨要送出去 但是大家知道那一天特別累 所以大家就請假 然後計劃會規定 你請人家固執又不能不准 所以那一天他們都變成 用PT人員 派遣人員在做禮貨 但是問題是 這些人不是專業人員 變成四倍公半 所以反而就會 大家如果 大家試試看 如果可能這幾天在訂 就連續假在訂的時候 隔一天 你的貨那時候可能會出的 比較慢一點點 通常就是這個原因 他們說他們找不到真正的 這些禮貨人員找不到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運輸業 運輸業也碰到一個很大一個麻煩 交通部 剛剛那個黃組長離開了 交通部它雖然是觀光局 但是他們家應該要管的事情 交通部事實上 我們也跟交通部反映過很多年 就是人力資源的問題 大概商總底下有九個運輸相關行業的工會 比如說大客車大貨車 然後這種路線貨運 路線貨運就講的是栽培這樣的 還有貨櫃等等遊覽車 這一些他們都缺司機 每一個共同的問題都缺司機 那這些司機 尤其這一些司機都是專業的 要有職業駕照 職業駕照它都門檻限制 但是門檻又降低不得 又為了公共安全 所以常常卡到現在目前 所以他們還前幾年 2020年修了一個法 就是把那個退休年齡 可以延到68歲 大貨車駕駛 職業駕駛可以到68歲 但是我覺得這是治標不治本 你們想過一個68 他70歲的人在馬路上 開這個高速公路 在長城這樣跑這樣子 其實它的風險是不是會再升高 這個只是一個目前治標的一個問題 就是解決人力的一個事情 但是你要真的 浮體抽薪要解決問題 我覺得這不是 不能這樣去解決這件事 那其實很多人都建議 不管了 是從 從退伍 就是軍人 以前 阿兵哥可能在當兵的時候 要開大卡車這些 你們可以把那些年限職業沿用 去換駕照等等 其實很多方式大家都建議 其實很多東西是需要 很多事情是需要 政府跟我們民間 還有一些 大家一起想辦法 合理去解決這個目前的困境 那另外這個 另外下面提的這個是這個 資源回收 這個工會 他們所問的 他們回應的問題 這個工會 一個工會就回應說 他們有缺500多工 他們的企業這樣調查 因為沒有年輕人想要去做 怎樣low-end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缺人了 那怎麼辦呢 台灣人又不願意從事這個工作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而且2050近零碳牌 這個行業是其中一個 一個很核心很關鍵的一個行業別 那這個缺工缺料 工作條件不具吸引力 台灣人這個不願意做 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個越來越嚴重 我覺得這個越來越嚴重 這是一個世代差異的問題 以前大概 以前人在講說 大概四五六年級 像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這個叫全世代 好 就是中全世代 上面叫你做什麼 你就很努力的這樣 很努力這樣 矮板的去做 你會把它打成任務這樣子 那現在世代 年輕人一點 他叫貓世代 貓世代他就是 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自由意志 不是錢能夠解決的東西 他還有他自己的想法跟條件 他才願意從事這個一個工作 我舉一個例 以前我碰到一個 做合板業的一個董事長 台灣合板業是很賺錢的一個行業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合板輸出是賺很多錢 那他說他培養一個年輕人 培養從二十幾歲退伍到他那邊 到三十出頭 他覺得已經快變成全師傅 這樣子的一個職務 一個月大概薪水大概五萬塊左右 將近五萬塊 有一天他跑來跟他辭職 他說老闆我不想幹 他說為什麼不想幹 他說我再待下去我就娶不到老婆 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在工廠做工 他說你要去幹嘛 他說我要去KTV當少爺 KTV當少爺 一個月多少錢 他說三萬五 三萬五 他說但是生活形態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年輕世代思維的一個改變 那我們從這個出生人數下降這個地方 我特別標一個 這是去年 只剩下十三萬九左右 這樣一個出生率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大概七零年代 大概都還有三十七萬人到四十萬人 然後兩千年的時候還有二十萬人 然後這個點 這個應該是說 目前最高的一年 最近十幾年是龍年 2012年 那一年是二十三萬多人 那從此以後沒有超過二十萬 那個數字 從頭到現在目前 然後就是近三年更慘 每年都下滑一直下滑 去年還 前年代十五萬 去年生十三萬 那大家寧可養貓狗 牠也不用生小孩 這個我們同事出國去 然後去買 不是就是買狗的衣服 買貓的配件 這個很奇怪 這個我們出生 這個 出生人口下降以後 變成人口紅利就要結束了 那這個人口紅利影響到國家勞動力 非常的嚴重 那這怎麼辦呢 其實最麻煩的是 我想這個簡報的數字 大家看一下 其實是 國發會 去年吧 他修正的一個報告就是 2060年 2070年 最可怕的時候就是 扶養比 是一比一 一個人要養一個 那個時候才是 台灣真正麻煩的問題開始 我現在也在健保會裡面當委員 去年健保會已經到八千多億 那八千多億 所以健保的費用要誰來出 以後2060年的時候 我剛講一比一的時候 年輕人要養這麼多老人 那老人是沒有工作的 那目前的健保費 但是你有勞動才會去交這個錢 付的錢更多一點 那就變成年輕人負擔會越來越重 所以人口紅利下降 會影響到整個台灣社會結構 包含我們自己的社會福利 還有自己的退休生活 那這些大家司空見過完了 這個是國安危機 勞動市場移轉 這個國安危機 大家已經司空見過完 大家一直在聽在講 那這個勞動市場移轉 這個就是變成說 很多它要避開海嘯第一排的行業 所以就變成很多人 就不用再回來了 我12月的時候去了一趟韓國 韓國的觀光旅館 它也很慘 我們早餐那個buffet的地方 只有兩個服務人在那邊 自己要 我們吃完飯自己去收餐具 然後丟到那邊去 然後問那個旅行社 他們導遊說 你們現在目前已經國門開放 你們現在回來狀況怎麼樣 他說非常的慘 因為大家怕到了 不想再從事這個行業 那我覺得韓國的狀況 跟我們台灣有點雷同 這個情境上的雷同 那再來就是這個 就業偏好的選擇這部分 因為共享經濟其實也造成 台灣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寧可去那個Uber Eats Fu Panda 他也不願意去找一個正當的工作 就正常的一個典型就業 現在非典型就業變成一個常態性這樣子 OK 因為時間到了我趕快 那缺工到底有沒有解 這個剛剛張總有講 Chad GPT這事情 特別問了一下 缺工怎麼解 大家有空看一下 他是行李如意的 把這個標準答案都念了 好 企業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他都跟你講 怎麼增加自動化 人員要培訓 多元運用等等 大家不妨回去也試試看答案是不是跟他一樣 這是我們前幾天問他的 但是這是AI 他的一個 未來不知道怎麼變不知道 那政府的作為有哪些 我覺得 我想提就幾個 就像 譬如現在政府在推ESG 然後ESG 如果每一個企業都要重視ESG的話 你可以把人力人才政策放在裡面 你要怎麼去培訓 你要怎麼把它放在裡面的話 引導企業 有把這個更強 強化他的一個用人的一個相關的政策放進來 然後 包含這裡面我們提到好幾個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簡單 大家講爭取國際人才 或是提升移工的 就是外籍移工的這些使用率 我覺得還有一些跨部位政策檢討 因為很多問題 像移工政策 它已經不是只有經濟部 勞動部 剛剛講觀光局 交通部 還有很多部會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大家要合力去解決的問題 這個 目前這是盤點一下 國發會的 教育部的 僑委會的 我剛剛一開始講 政府很多單位都很想努力做這件事情 但事實上 它能不能整合真的去做這事情 就是因為跟業界的 我們的聲音它不是完全融入政策 不然政策制定起來 業者在實際執行上面來講 事實上還有一些gap存在 這我覺得是還有 努力的很大一個空間存在 這邊就提一個 檢討服務業開放移工這個問題 我們移工政策 從81年開始 它就是一個補充人力的一個政策 這個事情我上禮拜五跟公民心意一個會議 跟國外主委公民心意一個會議 也在跟他聊這個事情 也在跟勞動部也在提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的移工政策 我們這個移工政策 剛剛提的就是人口降低 那個就是70年、80年代 我們的國內的生產 我們的出生率還那麼高 那現在目前來講缺口 每年都少掉十幾萬的缺口這樣 那原來那一些二戰的世代 戰後嬰兒潮世代 年紀也都慢慢都變成退休人口了 那這個gap馬上非常拉大非常快 這個是要面對去解決的問題 是總體來講已經不夠 並不是補充就夠 跟當初的思維是要檢討 那另外服務業沒有開放移工這件事 也要去檢討 我們剛剛舉了好幾個例子 那個我跟勞動部有建議過 你要從職務別去看 職務別是台灣人不願意就業的工作 你應該去盤點這個工作 去讓其他人都能夠重新開放 檢討哪些移工 台灣人不願意做的職務 開放給一些移工去做 這個事情我覺得才包含開放移民 更開放角度更大一點的 把移民也弄進來這樣子 其實歐盟其實他以前也碰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歐盟的移民政策就非常彈性 北非很多地方中東都移民到那邊去 台灣這一部分 事實上應該要認真的去檢討 這個移工政策的問題 那企業作為的部分 這個我要講 不管是AI或什麼樣的 全部都要用上 因為其實現在目前服務業 我這兩天真的碰到一種狀況 真的剛講的確信 你要給錢你要不要 我剛好有一個雞排店 聽到那個老闆跟員工的對話 員工跟他講 大家都說要加薪 你要不要交我兩千塊 他直接跟老闆這樣談 他說好啊可以啊 就直接 因為他怕他走 所以他就直接 開口他就給了 另外去參加一個 去吃一個連鎖餐飲店 那個真的 目前我想 業者 我們在如果今天與會先進業者 大家也心有啟啟焉 我去的那個餐廳那個業者是 四十幾張table 算很大的 就外面還有十幾組客人在排隊 那中間已經有五六桌 我旁邊有五六桌 是吃完沒人收啊 然後他還讓他排隊 他就是讓他還有十幾個人這樣 就是因為員工不夠 他沒辦法去收拾這些 吃飯的這些杯盆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的目前的現況 真的是應該讓我們所有相關的主管機關 好好去看這件事情 那公司合作 事實上需要很多東西去做 之前我就曾經很期待 台北市他那個公車自駕 晚上他實施了一年多 快停了 這個有點失望 其實我本來覺得說 他還可以解決一些缺工問題 我說如果公車駕駛變少 自動駕駛他可以去做的話 那些人力可以移轉到貨運 其他客運這樣子 或是遊覽車 這個可以解決某一些替代人力的問題 但是就是我們的科技可能還在加緊步伐 去做好這個自駕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這部分 企業還是很多挑戰 就是說對企業而言很多轉型 需要很多資源 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也資源不知道怎麼投入 怕投入又損失了 然後政府他要去 要接受到這樣的法規的調適 大步伐的去改革 他的相關的一些政策一些措施 所以才有辦法 這目前的缺工問題一定是要公民營 要一起來合力才能夠解決這問題 那這一張投影片我是放在這邊 只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我跟很多中小企業都在接觸到以後 我發覺很多企業的企業主 可能尤其微小型企業 忙都忙的賺錢沒時間了 他根本不曉得 政府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他 讓他去升級轉型 讓他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 企業主也要能夠常常去關注政府的資源 能夠協助他來提升他的一些升級轉型 包含他的相關人力的一個輔導等等 如果你今天善用這些資源的話 你可以減少降低你的人力 就像他有一些數位投入的話 比如機器人 他可以幫人領位 代位這樣 你就少掉一個人力等等 像這樣的資源 我想因為時間超過一點 所以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好 我們非常謝謝秘書獎的分享 真的是相當的精彩 幾年前我當系主任的時候 我就把我們的一個大學部的一個班 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去開研究所 開研究所 那我們研究所最多的時候 一屆可以收40幾個 40幾個 那所以總體來講 我們經營光系 這樣創續算35年 所以我們的校友大概有6000多位 算是這個規模相當大的一個科系 那目前的話我們就是 因為自從我把這個四個班變三個班之後 就維持一段時間 然後到一年前 就是現在 現在的話 今年快要招112年度了 那我們在111那個年度 招生狀況很不好 但是在那之前很好 在那之前一直很好 就是我們如果一個班 要這個收60位同學 可能大概就只有兩個或三個 不會報到而已 也就是說 當少子貨在衝擊的時候 我們經營大學的光系是 在之前還沒有衝擊到我們 可是突然在去年那個大海嘯的時候 那個我們就受衝擊了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話 我們三個班 突然一瞬間 我們變成只收到兩個班 然後我們現在都很擔心說 這個是不是在今年度 它這個會再加升 聽說去年度的小孩子的人數 考生的人數 是一年間是減少了將近2萬個 那今年度的話 又會再減少5000個 那我講的這個缺工 我講的這個缺工 其實應該是說 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一些都是 都是少子化的問題 那少子化的整個影響 就是說這一波少子 它就從幼稚園開始影響 開始影響 影響到國高中 影響到大學 那接著就影響到救衛市場 其實這一波都是整個這樣來影響 它的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剛剛在秘書長的簡報裡面 已經把這個數字呈現給大家 就是在我那個世代 可能那時候一個 每一年可能有四十幾萬人 四十幾萬個小孩子出生 到去年 我們總人數不到14萬 也就是不到以前的三成 三成都不到 那現在的話 一對夫妻生不到一個小孩子 正常以前很早到說 兩個小孩子恰恰好嗎 可是現在是兩個就生不到一個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國安危機 那我覺得我們該解決 也不是只有缺工問題 其實我們還要解決 以後台灣真的是沒有人 台灣倒了就真的沒有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需要有移民政策 需要 不是只有移工政策 我們還需要有移民政策 那我就很佩服那個 像德國 我記得去年在歐洲發生難民事件 他們一下子就吸收一百萬個移民 我覺得我們政府什麼事情都有做 但是就是那個力道跟魄力不夠 我覺得如果我們總是 要堅衡各種聲音的話 那台灣一定會完蛋 一定會完蛋 因為就是這個力道其實是不夠強的 所以這個事情的確 這個非常嚴重 我們其實這個要留意 那我剛剛描述是 近一代的光系 我們也遭受這個超紫化的衝擊 那各位可以想想 我們本來都過得很快樂 突然一瞬間就發現說 我們三班變兩班 三班變兩班 我們現有的老師 就連帶會變成影響我們的工作權 那如果萬一 如果今年再深化 萬一如果只剩一班的話 那就很多老師可能就沒有客家 這是那個我的本職 近一代的光系的這個情形 那我們 中台灣光產業聯盟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是配合這個政府的政策 希望說觀光應該要提升 那觀光應該要變成觀光署 那未來我們推國際旅遊的話 希望國際觀客 不要都大部分在北台灣 希望他們也能到中台灣 南台灣或者東台灣 或者可能春天來台北 然後這個夏天就可以來台中 台灣以這個分區旅遊的概念 所以觀光局以後可能會成立這個 變成是北部分屬 中部分屬跟南部分屬 以及東部分屬 那配合這個觀光局的調整 那我們產業階段也成立產業聯盟 所以我們的中台灣大概就是 從台中往北往南 一小時的這個車程範圍 使我們比較容易凝聚 也是以後遊客來 他們會活動的一個區域 這樣的一個產業聯盟 這是我們號召成立的一個部分 那接著的話就是 把我這邊整理資料 我來也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從這個就業市場 跟缺工原因 跟我們可因應的事情 那我覺得剛剛描述到的 就是說 整個缺工除了剛剛描述到 就是少子化之外的話 另外當然就是我們產業的 都持續有成長 那現在變成是 可能是除了全國的狀況之外 那可能就是有一些是 我們中台灣 中部地區比較特別的問題 那這邊看到的就是 整個人口在老化的議題 那這一個就是 也是反映這個缺工的狀況 就是說現在 就是找工作的 需要很多人 可是要去求職的就沒有那麼多人 那這裡是描述說 我們在整體已經是缺工狀況之下 然後這邊描述是說 可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中部的經濟狀況是不錯的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留意 我們的整個產業的趨勢 就是 那就發現在疫情這幾年間 其實中台灣相對 受的影響比較小 那這個大家有一種理解方式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的很多國際旅客 他們來到台灣 其實他們大部分在北部 差不多可能大概八成的旅客都是在北台灣 就是有這個到離開北台灣來到中南部 大概就只有 可能就只有三成左右的旅客而已 而且他們並不是全部都是 三成都是在中南部 就是他可能其中的有一半的時間回到中南部 大部分時間可能還是在北部 所以當這些國際旅客都不見之後 那個當然北部受的影響就比較大 那相較中台灣的話 他就他沒有受影響這麼大 那再來一個就是 因為過去大家對台灣的印象 就是北台灣本來就不是國旅的首選 所以一般人如果想到旅遊 大部分都是往中南部跑 那不太會往北部去 所以我們就是觀察到過去幾年 這個整個產業的狀況 是中部都表現得比較好 這大概是過去幾年的一個現象 當然我們這個 我們台中的團隊 中章頭的團隊 他們在經營上面 很努力也是這個不爭的事實 這是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整體我們現在 因為企業感受到的缺光的原因 就是除了少子化 除了這個疫情衝擊 那也包含了區域的這個差別 就是我們這產業的特性 中台灣其實是比較不受 這個國際旅客的影響的 所以相較之下就會覺得 我們的缺光可能就比他們還嚴重 因為我的產業狀況是還不錯的 這是我這邊也要另外補充的一個觀點 那這個失業率其實還好 現在幾年都不會太高 然後這裡就是我有去做一下研究 也發現說我們剛剛是講說 中台灣跟全台灣有一點點差別 可是當我在細看中章頭 它還是有些地方各自有不一樣的 那這看到的是什麼現象呢 當然我們聚焦看這個服務業 跟這個基層勞力的部分 那會發現這個 他們同樣的狀況是 那個就是缺光 就是那個求彩的 都是比較高的 中章頭都是這樣的現象 那在這個信念之外 它有一個差別就是說 我們台中的薪資 它的最高跟最低 落差沒有那麼大 可是你往彰化跟往南投 它落差就會很大 你可以注意看這個數字 這會非常有趣 那這個可能是表示說 如果我在南投 我要找一個比較高階的人力的話 可能它的這個攻擊 人力攻擊非常有限 所以因此你可能得要拉到很高 你才能找到人才 各位可以特別注意看一下這個數據 我也是這一次做這個研究才發現說 我們中章頭的救援市場 還有這種差別 台中的相較這個高跟低 的落差是比較沒那麼大的 到了這個南投 你看這個數字是五萬多 這個平均的薪資到五萬多 在台中這邊只有三萬多 到彰化是接近四萬 這裡還有一個區域上的一個不同 那我們因為剛剛秘書長也講了很多原因 跟他怎麼去處理 那我們這邊看到還是這個類似的問題 那等於是最源頭是這個少子化 各位就可以想像 就是我們現在在職場上的 可能就是四十幾歲 或者老闆可能是五十幾歲 那大家都還是很前論在工作 他們去創業去投資 那創業投資本來就必須要有人來工作 可是我要工作的那個世代二十幾歲的 他就已經是可能就已經 比如說創業那一代是當時是 每個世代有四十萬人 現在要求職這一代 現在只有二十萬人 就只有一半而已 這事情還會再嚴重 因為現在的小孩子 大概只有十四萬個而已 所以我覺得切工問題 在未來也不會就緩解 也不會 還是會有 那這邊二八一提到是說 這個疫情又造成一些打亂 那我講的就是類似我們 金融大學的關係 我們以前造成都沒有問題 雖然說這個都這樣的情形 可是突然在去年間 我三班變兩班 那這個原因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之下 我們的服務業 光燦營業 又特別受影響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就建議到說 突然中可能就都沒光客 或者餐廳不能內用 等因素 所以現在變成說 很多家長就跟小孩子講說 要不要不要讀這些 觀光跟餐飲 一個餐飲就不能內用 然後一個觀光業的話 就是不能出國 旅行車全部都沒工作 所以在這樣的影響之下 就大家都不願意提這種科系 那我可能還要跟大家特別講 這件事情這樣的一個疫情 影響絕對不是這三年 當它影響到我們的學生 年輕人不願意重置這個行業的時候 你就發現未來我們的這產業 它的創意會減少 所以未來我們在整個光營營業 它的整個創新跟升級會受到影響 它絕對引起到十年後 這個產業的一個澎湃狀況 也是這個疫情下會造成的一個影響 這是環境面 這邊提到就是說 這個也是有這個世代的一個問題 這個世代問題 我自己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以前都是覺得說 當你有機會可以賺錢的時候 我們就其中去工作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也許就不是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自己也遭遇到 我有很多助理 他們在過年期間集體離職 反正他就覺得 有點跟他想像不一樣 所以他就離職 所以等於這個工作的穩定度 跟他的這個長度 跟我們的想法也會有落差 這個也是我們未來必須要遭遇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可能會去做那想做的事情 危險創業 這事情就會讓我們的缺工 就是更加的嚴重 好 那麼政策的部分就是 剛剛我們也都提到了 就是可能不是只有移工的問題 可能還有包括人口政策 都必須要來做調整 那另外的話就是那個 培訓這一端 就是勞動部能來幫忙的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把我這邊的觀察 跟覺得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跟大家來分享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非常謝謝黃理事長精彩的分享 絕對不會缺工 那就是學校老師 各位你們如果有缺的話 未來我們兩個可以考慮一下 四死是無死 對不對 那我想這一個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在兩三年前有一次跟我們主機長 主機長有聽過吧 我學校明星去吃五塊那個 真的有 懂得嗎 真的有 因為它是我鄰居 他就跟我講說 有一次在聚會的時候 跟我講說 老爹我跟你講 你講你要沒工作 願聞其想 他就跟我講說 第一 少走話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 這個 最近這幾年來 應該說五到十年來 觀光產旅產業的薪資水平是 所有產業裡面敬培莫作 第三個 這三年到五年來 所有的 年考的 入學學生選擇 人文 社會 服務產業的 是最少的 比例是最少的 但是我們的需求 並不是最少 那我們服務產業 包括我們觀光產旅產業 它是一個 勞力密集的一個 一個產業 對不對 所以 他就跟我提醒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 各位 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好 那我想 應該是說 有一個概念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少子話 如果剛剛講了 一個名 去年是14萬 各位20年後 是多少萬 兩個人結婚 生了一個孩子 那剩下7萬人 對不對 其實很好算 你們可以想像 未來的可怕的程度 我們今年 比如說我們現在14萬 那就是20年前 20幾年前 那時候就是 大概不到30萬 這很好去推 我想 我就不在談這個調查 這些數字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像 從我學校的角度 來看服務產業 從學校角度 各位你們一定會覺得不一樣 真的 真的 學校角度看學生 看產業 跟你們在看學生 跟看產業 是不一樣的 真的有落差 真的有落差 比如說 我看服務產業 就是說職場的這個專業 只能需要的是很多元化 對不對 需要一個人力 一個人才 它裡面必須有多元的才華 一個人要多用嘛 對不對 但是你薪資有沒有多用 大部分給他 我在大學大學 我身兼兩個系 主任一個研究所所長 我還是領一份薪水啊 對不對 你們有嗎 你們有給相對的這樣一個對應嗎 OK 第二個 連鎖化 你們都 我們都參與 有很多的參與 包括連鎖的餐廳 包括什麼火鍋店 你去看有沒有店長 沒有呢 那個服務品質會好嗎 對不對 相對的 我們說的工讀生是主力耶 這個我們要自己本身去思考 再來家庭化 你看很多年輕人 你為什麼你聘不到他 他可以自己創業啊 餐廳產業本來就是進可攻退可守啊 而且網路的行銷的訊息 他們都很厲害啊 每個學生用一隻手機就可以創業了啊 各位可能 我不曉得 我們可能我們是企業主 我們可能沒想到說 年輕人他有這個能力 其實他是可以的 我們有很多學生 做了手工餅乾之後 他可以創業 創到這個兄姐都回來 全家人一起就創業了 就是用網路行銷而已 再來 我提一個 餐飲食品的話 跟食品餐飲的話 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個主題 就是AI的概念 有連結了 我們餐飲你如果沒有食品的話 你當然你就會花掉很多的什麼 人力 所以這個一般的 我們說小型的餐廳 可能沒有辦法達成這個目標 但是大型的呢 你一定要走這個路線 我印象在十幾年前 我就跟那個我們鼎泰峰那個 楊董 我就提了說 你一定要做央廚 否則你走不出去 他花了七年時間 才建立央廚 終於走出來了 那央廚才能夠自動化 才能夠AI連結進去 所以我們在想 也不是所有的餐飲產業都適合 真的不適合 有一個我們講的叫真理 不是真理大學 是一個我認為我們是 參與產業的一個真理 過去在歐洲也好 尤其是歐洲 這100年來 100年來 他們也想要改變 減少人力去操作 100年來他們終於發現一件事情 大概應該 你們跟我的感受應該都是一樣 人還是喜歡被人服務的感覺 這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要AI導入也OK 但是 人面對人的服務端 你可以這樣子 其實那只是一個噱頭 那個絕對不會是有利於你營運的 但是在生產端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在未來的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可能要思考這個部分 那 你看所需要的 員工的門檻是比較低的 它是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劣勢 其實它也可以變成是優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的 非我們參與觀光的領域的人 他還是可以進來 他還是可以把他拉進來 對不對 好 那工作時間不安定 人家在玩 我們在工作 過年的時候 大家在團員 他還在工作 其實這個都不是一個 各位 你自己身為父母 那是對你孩子的期望嗎 應該不是 好 那再來 其實我們人才培育有很多問題 你說燒子化 薪資水平 西科選擇 等等這些 各位參考就可以了 好 那我想我們常常職場 會扮演一個 職訊的角色 艾馨在好他走了 對不對 這常有的市場 應該 你們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應該有啦 不過我們鞋鋼的社會 我一直覺得說 剛剛有點說 其實我也是鞋鋼 因為我從 我學了很多的專長 我創立 我自己創立過的學系 有13個 很多 但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我們職場裡面 鞋鋼它其實 它是一種病態的社會行為 現象 我是這麼認為 如果你們覺得不OK 沒有關係 為什麼 難道你不希望 我有一項專長 這項專長可以讓我 這個安身歷病嗎 我會好好的在這邊發揮嗎 德國的這種精神就是如此啊 它會 讓你一個人 這麼多的工作 各位我們想想看 你在這邊 好 我們一天在這邊工作 做完之後 你覺得你這個員工 會對你效忠嗎 他盡心盡力的能力 能夠互助10%就不錯了 我們就是現實面 我們要去考量這個 真的是無恥 這不是年輕人願不願意的問題 他面對現實 他必須這樣子面對啊 如果說各位 我們是企業主 我們要從 孩子的角度 年輕人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事情 那我想很多 年輕的孩子 他畢業之後 他不記得找工作啊 因為台灣的社會 家家戶戶戶 其實環境都還不錯啊 觀光山旅產業的孩子呢 大概有一半一半 一半呢 是環境比較劣勢的 那有一半呢 是家庭環境不錯的 不喜歡練書 所以他來練這個 他覺得比較好混啊 這個 絕對不是我們的主力吧 對啊 這現實就是如此 好 那我想其他你們就參考一下 因為 因為 年輕人他們 不想就業 還是有原因的 他們熱人他們 專業進行不足 職場進行不足 不適合 對不對 真的有 很多 大學畢業 要畢業的時候 我還問他 畢業 怎麼做 有什麼規劃沒有 再想想看 這種孩子很多耶 不要說14世紀大學 公立大學一樣 公立大學都一樣 好 那我想這個 我們想趕快一點 那 他們年輕人的考量就是這些 很現實 對不對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說 好像說 薪水高並不見得能夠 做得到我們的人才 這是事實 好 那這個 再參考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要跟各位 分享下面那個 我在去年 年底辦了一個 募款餐會 在這場募款餐會的過程當中 大概將近40桌 那其實 來了兩位資深的員工 我跟餐廳合作 兩位資深員工 那我們就一半一半 那邊 這個員工大概一個月薪水大概五六萬 只有兩個 另外這邊呢 我們有十個 大概三萬塊的 這個實習生的 這個一個 各位想想看嘛 那十個就是大概三十萬的一個月薪水的 的一個成本 那那邊呢 大概十萬塊的成本 那兩個比 那兩個比這十個還要強 整個服務的品質 服務的效率更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願意讓我們現有的員工 在職業的發展上更清楚 那薪資水平能夠讓他可以安身立命 對不對 我相信他願意把你自己的公司 當作是自己的在經營 但是你願不願跟他合作 你願不願跟他分享 你這個要去思考一下 因為在這一個真的沒有那麼多人力 讓你選擇運用的時候 這是一個必須要去好好思考的 好 那再來呢 這個養成的問題 其實是緩不積極的 真的是 那替代性感很高 那這些各位給參考一下 那其實跨育人才培養 真的是不太會是AI 我們最近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會廚藝的他還要去搞一個AI 學管理的人要去搞一個理工的 對他來講他是一個高度的壓力 各位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一個印象 照期我們在旅館諮訊系統 參與諮訊的建置 一套都幾千萬耶 甚至要幾百萬 AI的系統到你那邊你要花多少錢 花了錢之後 你就不需要有專業的人幫你維護嗎 你自己會嗎 這個又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 是齁 不要這樣 AI好像什麼都可以解決 絕對不是這樣子喔 好 這個各位參考一下 我只是講重點嘛 好 那我覺得幾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做 比如說 各位你們如果說你們的主管 那可以跟學校合作 可以當我們的業師啊 你當學校業師的時候 你就可以怎麼樣 這些過程當中 臨時需要人力 你的同學就可以拉過去了 你的學生就可以拉過去了 對不對 甚至你可以把它慢慢 覺得這個不錯 就是你的人才的培養的一個重點 你可以聚焦你要的人才 再來跟學校合作 所謂類工費制度 這個很多醫院 醫師護理師也是這樣子喔 從大一到大四是 是由醫院來付這個學費 那未來他一定要去 這個類工費制度 再來是建立人才庫 這個很快的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說 有一個一個 應該說我自己之前的飯店 總經理跟我講說 他說主管我趕快 我禮拜六要 一台遊覽車的人力過來 被我當然是標他 馬上標他 為什麼要標他 你上下三天 你要一台遊覽車的人力去幫忙 這什麼意思 表示說你完全沒有人才運作的概念 人才庫 還有這個 願意跟我們分享 AI運用 這個待會我們會有很多的討論 那再來就是政府這個部分 場觀界的代訊 或是補貼政策 這些剛剛前面我們兩位 那個前輩大概都提到過 那我想一個就是社區志工人力運用 這我用過 我用過 你跟社區協會理事長合作 對不對 那些社區的這個 那些那個 你說老人家嗎 也還是很健康對不對 當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很好用 他很好用 退休人力 我們軍工叫退休人力 也是可以用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塊 如果我們要敦親牧女 好好在你的事業或是公司的周邊 你好好去運用 你可以掌握你的人力的 它絕對不會比年輕人難用 更好用 總之我們把這一個 剛剛前面講的把它整合起來 大概有這十一大項 對我們這個產業的一個建議 也對我們說產官學界各方面的建議 我們自己人才的培育方面 還有各位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作為 還有就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 一起來努力 我想一起去面對 本來就是很難解的一個問題 我真的是覺得它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誘因還是要有 誘因還是要有 這個大家懂是要面對現實嗎 是不是 我想最後這一分鐘好了 我的女兒她想要結婚了 我說妳薪水多少 三萬塊 兩個人加起來六萬塊 我說 那妳怎麼活 還要我養嗎 各位想想看嘛 對不對 我說你們兩個 價錢沒有超過十萬塊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問題 因為妳連自己都養不活 在鄉下咧 不是在台中咧 對不對 這個現實面我們還是得去面對 OK 其實我們要整合所有的產業的資源 剛剛前面我們理事長也提到過 真的很多資源我們不知道 尤其是中小企業 忽略掉也露出掉很多資源去取得 最後其實我講了這麼多 我還是這些意見 如果你覺得有效有意義 我還覺得妳就去做 其實就是做就對了 這幾句話的意思就做就對了 不要想太多 好 謝謝 大家午安 我是一一一的發言人黃若瑋 剛剛聽到兩位像是黃理事長 還有鄭主任 其實都講了非常精彩的見解 那不過我剛剛在聽的時候 我自己是很有感的發 因為我自己除了是人力銀行的發言之外 我也跟我的大學同學 就是有做投資 像我大學同學 他們就去投資了手搖引 在台中開了一家 在新竹也開了一家 不過這個時候卻面對到一個問題 真的找不到公讀生 我也沒有想過自己在人力銀行 那卻沒有辦法幫他們找到公讀生 有這個窘境 所以後來呢 變成說像我這兩個同學 他本身呢是本來做代銷公司的老闆 那因為他們是板娘嘛 所以他們就交給了他們的員工 板娘自己下來這個手搖引店 自己搖飲料了 對 我也沒有想過說 會缺工缺的這麼的嚴重 但是因為加盟費已經投下去了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不得不 放下自己原本的工作 來做自己投資的工作 好 這個話題差遠了 我剛剛聽到這個鄭主任 講了一個問題 我非常的好奇 就是您說您不支持斜槓這個想法 但就會有很多學生說啦 說我一個月兩萬八 那我要付學貸 我要付房租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有可能變成月光族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還是不建議我去做斜槓嗎 往上推 在那個麥牌下面 可以協助一下嗎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整個我們大環境 不應該以斜槓這樣一個角度 甚至鼓勵年輕人 應該是要讓年輕人 他需要用斜槓的方式 來走他的職業發展的一個方向 不應該是這樣子啦 那現階段當然是他也必須要這樣子啦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問題好像變成是說 服務業的薪資 比較沒有辦法去固定調薪 會引發這些年輕人的憂慮 也就是說對於再度回到服務業 像是餐飲業或是住宿業 他們可能會有所謂比較不放心的地方 因為過去面臨到五星價嘛 可能現在他們也想要回流 但是這個回流的信心不足 我們要怎麼樣去提升他們的士氣跟信心 好 其實確實 為什麼因為剛才提到過 他的這個專業的那個 是有專業性沒有錯 但是他的被替代 應該說取代性是很高的 他的技術性並沒有那麼的高 OK 相對他技術性沒那麼高的時候 相對我們的企業主的思維一定是想說 那他的薪資水平也不可能太高 這是合理的 就是說你是內場的廚師 對 因為他薪資上也相對的很高啊對不對 但是外場服務呢 對不對 我們客房等等這些 你要高相對的不太可能 但是他又沒有辦法活下去 是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他願意回來呢 其實以年輕人的話 我覺得不太容易啦 因為我們在學校 我們都會跟年輕人談這一塊 所以他是學參與 但未必他會走這一塊 反而是可能大概就是一些 比較屬於在別的產業 所以他應該是叫什麼 被五星加拉 被這個 因為 那個叫 就是 可能就是被裁員 被開除了 對 不是開除 裁員 等等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也是我們可以去考量的一個方向 是 我覺得我們的服務產業 我想有機會我們到國外區 很多的很好的知名的名店 其實他們的服務人員都是非常資深 都是老人家耶 男友說都是年輕人 對不對 而且他們好多國旗對不對 為什麼 能力很強耶 對不對 所以你們如果需要我的話我可以考慮 謝謝 謝謝 好 其實剛剛鄭主任這樣子講了以後 我覺得我的感受是 現在真的是高學歷 不等於高學歷 也就是說你要一直維持著高學習力 如果說你 剛剛說的斜槓 可能是說你要專注在自己的領域裡面 但是其實你是可以跨領域去多學幾個技能 讓自己的薪水再往上提升 也讓老闆才有理由說 我幫你加薪 好 那其實我最近也看了蠻多的一些研究跟報告 那常常在說靈工經濟 我們怎麼樣去更高效的去運用它 那這靈工經濟呢 我們要怎麼去活化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做一個人力的調配的平台 然後把這些本來就想要做靈工的 比方說我不想要固定工時 我想要彈性工時 是不是我們政府相關方面 有可能做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然後來做一個人力的活用 在這一部分的話 李市長您怎麼看呢 如果談到這個靈工經濟 我覺得聽起來應該跟剛剛的斜槓 好像也還有點類似 那我是覺得 就是有這樣的需求 那也是可以來進行的 事實上我覺得好像是櫃公司 好像應該就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是 我們這邊也是有 你們應該除了服務那個就是 應該是正職員工 應該也有一些是 類似部分公司的應該也是有 對 我們這邊當然也有這個打工網 另外這樣兼職上班的這些工作 當然也是有相關的 但是或者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整合 變成說是比方說科技業一個專區 然後我們的服務業一個專區 讓更多的比方說現在在跑熊貓的也好 跑Uber的也好 這些服務業相關的零工 可能我們再把它聚集在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來讓各個業主可以活用跟調配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有機會來解決現在的缺工問題 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可以從各個這個面向來努力 對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這個產業缺工現象 因為前面討論到等於是從少子化 到受疫情影響 事實上我覺得現在的困境還包含說 先前我們整個一例一休的這個制度的調整 也讓企業用人的彈性變小 所以如果說在這邊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這些零工的人力 也能開出這一條線的話 應該是對企業來索解他們的人力壓力的話 應該是有些幫助的 是 那像現在服務業因為 還是希望說有更多的年輕的心血加入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這些壯士帶 延後退休 然後讓他們繼續在服務業這邊 發光發熱帶領下一代的人才 有沒有什麼機制覺得說更可以鼓勵他們 其實本來我們想歐美慢慢在取消這個退休年齡的一個限制 包括我想醫生好像如果他還活著90歲 他還是可以行醫 各位知道嗎 那為什麼我們勞工一定要65歲退休 這個也不太合理 可用 堪用 能用 為什麼不用 對不對 那我覺得 剛剛前面那個問題我會稍微提一下 其實我們一一也可以在執行那個功能 這派遣制度 區域性有一個派遣的一個機制 從領域我們觀光業 餐旅業什麼樣 就是一個人力的派遣平台 那資訊就在那裡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可以運作的方式 對 請大家多上1111兼差打工王 謝謝大家 那除了剛剛講到的這樣子以外 我們的人力運用之外 我們企業界其實也有蠻多問題想要請教兩位的 像星巴克這邊就提出了說 在少子化對於缺工的這個影響層面 企業端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因應 又或者是政府可以有怎麼樣的補助 我不曉得我們大概各地縣市政府的作為不太一樣 我知道我在彰化 彰化縣政府 就有這一個補助的一個方案 比如說計算每個補助3000塊 有一個方案 那後來我也發現很多縣市也都跟進了 那這是一個補助方案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長期的作為 長期真正的作為是我們願意跟員工分享 當然願意讓他分享的員工 也是我們要栽培的對象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要把來的每一個年輕人 當作是我們栽培的對象去栽培 他感受到你對他職業的發展的重視的時候 他會我相信他也會有所感受 相對的很多問題很多情況他也會情意相聽 其實有很多的案例 很多的產業 我們一樣是餐飲產業 就是這樣子 有包括有學生 他們到了下班時間 比如說晚上九點下班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還不回去 你現在十一點呢 你還不回去 他說 因為我覺得我在這裡 比在家裡面溫暖幸福 各位我們也沒有辦法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給我們的員工 這個他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是 剛剛鄭主任這樣子講 我就想到了 像是Google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他可能有下午茶 或者是一些按摩空間 那其實這樣子會提升一些員工呢 會覺得說 我留在公司覺得好像比回到家還開心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科技業 都是使用這樣的方法來留住人才 那另外這邊提供幾個數據 我們發現說其實有蠻多中台灣的企業 像是提供了公餐激勵獎金 還有固定調薪留任獎金 以及彈性工時以及獲利分紅 那相對之下呢 當然對於員工來說最有感的 還是固定調薪還有激勵獎金的部分了 那剛剛我們講到了這麼多留人的方法 那我不知道黃理事長您是怎麼看 如果說今天我們真的有想要留住的人才 但他卻想要可能從事其他產業別 我們服務業有沒有哪方面的競爭優勢 是可能比較有機會去把人留下來的 我個人 剛剛這個主持人有提到很多方法 包括說你第一個當然就是挑釁 第二個就是獎金 第三個當然有人還提出說甚至可以入股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我覺得 因為我最近總是覺得我們的年輕世代 他們有時候不會看很遠 他們未必看很遠 所以他們也未必會看到很長不錯的利績 所以好像是最直接的應該是那個 調薪 你時薪給它高一點 可能會 如果要短期解決的話 好像這是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你如果跟他講說 這個年底你真正做年底結算 可以分獎金 可能很多人對他來講 我沒有打算要做那麼久 所以可能那個未必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還是要留 因為我剛在簡報的時候 我就有提到說 這個很多年輕人他的想法 跟我們中壯代的想法 其實會不太一樣 我們可能會想得很遠 我們想說 因為我們在經營公司 我們會想說是永續經營 可是對他們來找 對他們年輕人找工作的話 他其實現在找工作 他也沒有打算說 他一定會做到年底 甚至他會做幾年 所以可能要同時考慮他們的心態 這樣可能在我們找人的過程中 可能會順利一點點 然後我順便補充鄭主任 剛剛提到彰化有的那個福利 那應該是勞動部推出的 也就是說這個是鼓勵企業能想辦法 把這個人才能讓他多留一點 那員工會獲得獎勵 那公司相對應也會獲得獎勵 那這個跟最近光局準備要 這個協助解決缺工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先前是勞動部先推動 那現在是光局也他也要加碼 加碼去補助 好像他們目標是 防務的話好像是北部的話可以到三亂爐 然後中部到三亂山為目標 我們那個何理事長來到現場 他應該就相當了解 可能因為現在履宿業的缺工狀況 變成他們都很早以來 就都找不到防務 那這一波疫情衝擊之下就變得更辛苦 所以經過大家的這個大聲反應之後 那光局就把這一部分納入他們的計畫 那我們是希望說這樣的方案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時的 因為現在有錢以後不一定會有錢 好像要花的錢還不少 那是不是以後這個問題能獲得適當的解決 其實我們之前也聽過這個有關於防務員人手不足 然後總經理自己下海鋪床這個新聞 其實真的是蠻辛苦的 那我之前就看過有日商 蠻推崇現在就是做一個部門輪調 因為現在年輕人好像覺得 我們每天做同一個工作 做久了會彈性疲乏 不知道兩位針對部門輪調這件事情 你們是怎麼樣看待的 是覺得樂觀嗎 樂見其成還是覺得說 可能有點不切實際呢 那請我們是 好 我是非常支持這一塊 在部門輪調其實對公司的一個生產效率 其實是降低的 但是相對對員工的一個養成 它是有正向幫助的 但是觀念上 我們說年輕人 他能不能有這樣一個現實說 我們把它調整了之後 是找他麻煩呢 還是不信任他呢 還是我們信任他 我們希望你是我栽培的對象 所以這一個像我們在學校 我們一定會跟學生談這一塊 所以各位未來如果在產業端 也要讓他們輪調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讓他清楚為什麼 或者他會誤解 對不對 因為我們輪調的情況之下 一定產能一定會下降 沒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讓他清楚 他表示說你是我未來的 什麼樣的一個 重要的員工 對 對 那可能也會有這個所謂輪調的過渡期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會希望說企業主可以做什麼樣的努力 來陪他們度過這個過渡期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個 因為我自己剛剛講過 我辦了13所13個學系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 那個我也不懂 所以等於說換了一個角色的時候 對 我們就是從年開始 重新學習 那個過程是辛苦的 對 所以相對我們給他的支持 比如說 我們是說的是精神上的支持 或是其他類型的鼓勵支持 我們 我是相信是要的 是 表示你對他的一個重視 是 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也講說 我學校出了會計主委沒幹過 我什麼都幹過了 那有什麼不能做呢 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要讓孩子 年輕人知道 也可能也說讓我們 尤其主管 成長的過程當中 也都是這樣輪掉的 其實讓他很清楚 謝謝鄭主任 那我們黃理事長 又是怎麼看待部門輪掉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這是相當好的 就像我們過去安排很多學生 到企業去實習 我們都會希望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同學到企業去 不要只搭一個單位 他能多看看其他單位的一個情形 那到這個企業的部分 我也覺得如果員工輪掉 他有一個優點 就是讓員工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上去思考 這個自己的角色 他也比較能體會不同的員工 他們在他的工作上面 有什麼算是辛苦的地方 所以未來他可能 因為經過不同的輪調 他可能就能以一個比較高的角度 來看待整個公司的發展 比較不會說每次都以很自我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於公司的政策比較不配合這樣的情形 但是當然在整個推論過程中 就是要避免他們 因為有時候有的人慣性之後 他不太習慣改變 那我想這應該要經過一個溝通跟誘導 讓他們樂意去配合這樣的一個政策 謝謝 那鄭主任我這邊想問一個比較實務上的問題 這邊日盛金枝紐牌館問了一個問題 他們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很多人都會面對到的 就是面對爽約或者是開啟履歷 可是實際上根本沒有找工作需求的求職者 廠商端是不是有更好的應對方式 其實常常就是約了人不來啦 又或者是說約了以後呢 可能給你坐一天就說要走了 面對這樣的情況有沒有辦法更好的去做 調整跟應對 這個我是覺得啦 要怎麼說呢 其實以我所遇到的幾個產業經驗 就是我們參與產業的經驗 他是說你都是零 零來我最喜歡 為什麼 可塑性最高 反而過去很多的經歷或 比如說有的孩子競賽很強 然後他可能做了什麼什麼對不對 結果這些來他已經被定型化了 不好互動 不好雕塑 不能符合我們的期待 所以其實未必那個不是好事 我覺得那未必不是好事 反而你來我從零 雕塑你 配合產業的需求對不對 很快的 因為你有底子嘛 你就很快就上手了 是這樣子 所以鄭主任的建議是說 大家不要害怕一張白紙 不要害怕新鮮人 其實多聘用這些新鮮人 反而把它雕塑成你要的這個型態 或者是在未來配合當中 會變成很棒的幫手 好那再來呢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是最近大家都在問的 就是 Chat GPT這件問題 剛剛其實兩位多多少少都有提到 那不過現在雖然說我們看到很多外場 都有這個機器人在送餐 但是在未來 我們服務業的有關於像是廣告文案也好啊 或者是公關企劃也好啊 有沒有可能這個Chat GPT就取代了我們服務業的這個 所謂的寫稿的人也好啊 或者是說這些公關人員等等 這其實是蠻多人最近也很好奇的議題 請黃律師長 好 那剛好我們今天的這個來賓 那個劉鎖成秘書長 他有舉那個例子 他碰到一個問題就可以去問這個Chat GPT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示範啊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未必有把握 他一定完全交給他 可是我覺得他就很像我們過去用Google一樣 我們過去有一些問題 我們也都先問Google 看Google給我們怎樣一個建議 現在可能是說這個Chat GPT 他可能是更聰明一點 所以我還是覺得我們企業可以多用 那先參考他的意見 然後你再來做你的 個案的一個斟酌 這樣應該還是 還是能對我們有一些正向的幫助的 是 所以應該是說他算是我們的幫手 而不是取代我們的一個工具 好那另外也想問一下主任 最後一題來問一下 有關於這個中式餐廳缺工的問題 這是善心餐飲集團 可能他們在中式餐廳這邊 就缺工的問題相對嚴重 我想也是因為中式餐廳他們部分的SOP 可能沒有辦法說做得非常的分工精細 應該是需要蠻多的經驗的 那對於這方面的缺工問題有沒有什麼建議 確實我們在中餐這一塊是最複雜的 它跟西餐不太一樣 所以不太容易SOP 那其實還是可以做 但是相對的整個服務的品質可能就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要很思考一個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種高檔的層次的 那你還是得要人靠人 那如果是中低的話 比較低一點的一個消費水平的這個 那我們回到央廚裡面 回到中央廚房回到團散 他直接來做我們的半成品 其實那是可以合作的 那一塊就可以由AI來操作 而且衛生安全更能夠掌握 那這樣子就不需要承擔太大的人士的一個壓力跟成本 我想我們大概都知道 可能包括我們這裡的飯店或是哪裡的飯店 我們吃的很多的宴會其實都是來自央廚吧 應該是吧 應該 應該是 那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這個央廚是客製化的 是依我們主廚去跟他談 幫我們生產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很好的事情 了解 好所以其實中央廚房這個概念 其實放在中餐廳也是相對適用的 如果是一個大的財團 或是一個連鎖品牌 我覺得這一方面一定要去做 我剛剛舉這個 我們那個點太鳳 沒錯 其實他後來他 你看他一直的展 他可以做得非常的不錯 其實標準化流程對於未來我們行業發展來說 其實相對來說還是特別加分的 好非常感謝兩位今天表貴的意見 好不容易開心的要命站到後面去 結果轉向發現是人才荒的第一排 我相信在座各位跟我們都一樣 你們身上跟背後背的是我們看不到的所有的壓力跟責任 都在你們身上 所以會很關心這個議題 那這是我的經歷 我們就是在逢假 其實我們的飯店房間數將近五百間 所以我們的缺功呢 所以是海賽第一排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剛剛很多 雨潭 抱歉 雨潭的那個主講人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真的是面臨的風險 跟缺功的壓力是真的非常大 我們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大家看到這個圖 就是所有剛剛前面講的重點在這裡 你知道我們在 我們在2019是人口最高峰的時候 有2360萬 然後去年整整少了 整整少了人口 然後在這裡你要看 這一口就是被月亮咬一口 就是疫情產生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慢慢的向下 緩步向下 中間不能再被月亮咬一口 所以你知道未來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人口數 就是只剩下一千多萬而已 我們現在所有的產業 我們面臨的不再只是現在的問題 而是長期的問題 然後這裡也是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2015的時候 我們最高的工作年齡的人口 是有1700多萬 然後在去年整整少了100萬 但是現在服務業少20萬 可是提供人口數已經少100萬 接下來未來你看 我們資深的人口數不斷地上升 然後出生率不斷地下降之下 這是七年少100萬 未來可能五年少100萬 四年少100萬 未來會是這樣子 這就是趨勢 當我們面臨趨勢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 來面對這些問題 這是趨勢 很恐怖的趨勢 所以而且現在看到 現在年輕人的就業醫院改變了 我看到一個資料 2019年Uber的參與人口 是四萬五 在2021年 不是去年我還沒有看到 2021年的是十萬兩千 現在年輕人喜歡什麼 喜歡什麼 自由 他們崇尚自由 有一天我在紅麗燈的路口 我在想要過紅麗燈 就有一台Uber跑過來 然後我以為他要問路 結果他把口罩拿下來 把安全帽拿下來 跟我打招呼 是我們廚師 我說蛤 你跑來當Uber 他說自由 這樣 他就是要自由 我說哇塞 真的好佩服喔 我跟他說你這樣子收入OK嗎 他說跑得比以前勤 但是可以賺得比以前多 因為他要錢 因為大家是覺得 其實有另外一段 大概都有兩邊 一邊就是他想要自由 他覺得月光都沒關係 但是另外一段 還是有很勤奮的年輕人 他想要多工 多愁 多勞 所以我想在Uber的這一段 我們有看到兩端 他有兩端 那我之前在EE的資料裡面 我看過 他在26歲 就是說我們的就業時間軸裡面 在26歲 大概就是大學畢業兩年後吧 整個垂直重波下來 那他這個重波裡面 有四分之一 有固定的職業 就是他已經找到工作 固定在工作 然後有四分之一 他是Part time的 他也許他是網紅囉 也許他是帶貨囉 也許他是有其他的自創品牌 也許是在那個夜市 或是做一些手工 他有四分之一是這樣子 但是有四分之一呢 他說我準備要繼續生就 繼續考考試或者是 不管是考公家單位呢 或者是考學校呢 他還想要返校 竟然有四分之一 但是另外四分之一 他還在思考未來 這就是我們的年輕人 就是我看EEE的資料 看了之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人口已經少了那麼少了 所以真正能夠補充給我們正值的大概 假設出生率就有十二萬的時候 每年只能夠有三萬進入正值的時候怎麼辦 這是長期問題 這是我們企業主要面臨的長期問題 然後尤其是我們觀光業 大家都知道我們還笑一排轉彎 再另外一排的那個第一排 就是人力資源的短缺 就剛剛看到的人力資源的短缺 這是現實的 還有大家對這個產業 以前那個開放觀光的時候 有一千多萬的時候 我們覺得觀光是同伯發展 但是現在發展之後呢 發現人力資源的短缺問題非常嚴重 然後還有二十四小時的那個全年無休 我們是最辛苦的 你知道嗎 三百六十五天 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 然後呢 服務是什麼 服務全部都是靠人 有人才有服務 沒有人拿來的服務 對不對 我們真的就是靠服務 那我們的人力需求非常的大 超過餐飲業 那我們 我知道說 那個總經理下來掃房 我聽到我們的同業 他說 我們同業跟我講說 他們連廚師都出來掃房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也滿厲害 因為現在廚師是不容易說服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非常很大的那個人力需求 我們人力需求是超大的 然後人才的流失這一塊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們有一個同業 那個金華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執行長跟我說 他發生一件很很離譜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他在那個台南 他們台南有的新館 新館呢 整個建置完了之後呢 你知道那個台積電來把他整個的 客戶組全 整包打包走 就是說他訓練好的人才 今天來跨界搶劫的不是同業 你知道嗎 你看現在一個 其實我是覺得 我們不斷的培訓是很很 是社會責任啊 說實在的大家都很喜歡 那個飯店業的那個 算是那個 人力資源吧 算是同人 因為我們會首先先把服務態度訓練好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能夠分製造業跟服務業了 所有製造業也要有服務精神 所以呢我們其實是把服務訓練最好的第一個 首要單位 所以如果有家長願意把小孩子訓練好 首先先丟到飯店業 真的會把你的小孩子的服務態度訓練好 好 其實服務很重要 那我們呢 我們剛好是很誇在製造服務業 我們很多東西都需要製造 不管是掃房 不管是餐飲 我們是沒有 我們 因為我知道中央那個工廠可以解決餐飲的問題 可是呢我們現在的消費者都很刁 你太多這樣子的那個 他就離開你 他要去手作 他要你現做 他要你每次不一樣 他要求會非常高 所以我們的廚師非常的辛苦 他們要應付每一個的不同客人的要求 我剛說你必須要能夠客製化 我們才有生存下來的機會 真的是在生存的這一段 我們非常的努力 那在人才的培訓這邊 我們也花了很多精神 我們像我們廚師內部都還要做廚師競賽 不管你是剛進來的 或者你是大廚了 全部都要參加 都要激勵大家 讓大家不斷地訓練 不斷地要求 因為進來的時候 他說他什麼都會 一坐起來才發現他很多真的是不會 所以在這個會跟不會當中 我們真的是 企業主真的是盡了社會責任 我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別的 學生拿著學費到學校去學 但是不知道他們到底要學什麼 但是只要學生畢業進入企業之後 我們要花很多的錢 教他們會 該會的東西 所以以去這樣子 我覺得會有很多的機會 我們來思考 跟學校思考 我們怎麼樣子串接 更早讓他們進入 就是像這樣子的產學合作 但是因為學校的學生也少了 所以我們相信要合作的東西也少了 那還有一段就是人才流失 很恐怖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疫情前 我是疫情這段時間沒有發生 我們沒有看到 在疫情前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的跨界 跨界搶劫是哪裡來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就看到說 我們飯店呢 怎麼那麼日本課呢 日本課就是每年固定都來 都住一段時間 然後就跟我們同事 一直很認真的聊 那我就想跟他認識一下 聊一下 透過說你是哪一方面的日本課 結果他是什麼你知道嗎 讓你跌破眼鏡 他是日本的同業 然後來台灣呢 然後把那個喬光學校整班帶走 這是我們的跨界搶劫 我們不只是台灣的學校 甚至連日本都整班來打包的 所以這人才的流失 全方位的 這是全方位的 很多人說真的能夠解決的是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全方位的努力 就是制定長期人力規劃 因為你看到未來 你看我們現在 未來的人力真的是不夠 是幾百萬幾百萬幾百萬的不夠 未來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長期的這個制定的方案 可能這時候我們的政府機關 因為他們先離開 所以這一段是他們要該做的 幫助我們業者 真的需要幫助我們業者 在這一段長期的規劃 這一段人力的供給這一塊 其實它也是我們國力的展現 它有彈性公時 剛剛跟大家講過 彈性公時呢 我們有365天前年無休 那彈性公時這一段 像我們現在的很多的勞工法 它是齊頭是平等 你要多做不行 對不對 然後其實我們很多人力主管 我們很痛苦 被勞工局集合的就這一段 可是當你看它 它就跳脫我們的企業 它自由去 它做的它的公時更長 因為它想要多勞多得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企業裡面不能 因為我們會有法律的規範 我們沒辦法 但是它想要的時候 它只好打兩份工 到不同的企業去 可是這樣子意義不大 對企業來講沒有幫助 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再思考 不同產業 我們可以做彈性公時的調整 不然我們大家都在想辦法 怎麼解決這一塊 這很不務實 非常不務實 我們應該用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這一塊 因為不同產業 我們不是製造業 我們是跨在製造服務業 所以它全部用製造業的標準來制定 其實這個不公平 甚至你知道嗎 在台積電他們反而 他們的工時都比我們更長 他們不敢下班 對不對 所以這種 然後還有銀行 銀行跟我說 我說那你們那個超時怎麼辦 他說他們還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都變成大家的困擾了 所以在這個彈性公時這一塊 我這是呼籲政府 是我們重新再思考 不同產業 不同的訂定 不要齊頭式的割稻草的方式 全部把頭割掉 那這樣子你說要培訓人才 對這個培訓人才 它是會是一個反作用力 那我人才要被培訓 那我必須要被限制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一塊 我們覺得這是可以在 重新解決的解方 這邊可以解決 還有一個招募外籍人力 我覺得全世界都在做 所以我們台灣 應該可以面臨這個問題 全世界的人力跟人口出生率 都在改變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策略 你知道我們有同事 都到澳洲去幹嘛掃房間 我們的廚師還到澳洲去幹嘛 一樣當廚師 我們都已經全球化了 我們的人力好不容易培養了 被國外給吸走了 我們應該怎麼樣面對這些問題 來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新的沒有給我 我有一個新的資料 麻煩再幫我PO一下 不然沒有的話我口述一下 日本四月份 我覺得這個資料非常重要 我希望能不能幫我再確認一下 新的日本它在四月份開始 然後它要對全球招募人力 它招募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們飯店業要八萬多個人力 日本它看到了 然後它每年一萬的看護 到全世界招募 然後它甚至於造船 甚至於建築三十萬 他們要有公共建設 所以他們要三十萬的建築 對全世界招募 他們是這樣子做策略性 然後把數字拉出來 大家都知道有數字就會達成 對不對 我們不是只有胡口號 如果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服務業需要多少的國際人力 如果是三十萬二十萬 你缺二十萬你可以給我們 幫我們在這裡 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招收幾十萬 KPI達到我們就覺得我們可以幫助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支撐部分 沒辦法遭到的勞工 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對我們其他更幫助 不會是後勤還要去掃房間 總經理 該做總經理的事情 不用去掃房間 我覺得這個才是對我們產業是正常的發展 而且是健康的發展 日本這樣子做了 澳洲它對全世界四十四個國家 申請就是那個招工護會 我們台灣簽了十七家 十七家是什麼 十七個國家是什麼 美國 日本 加拿大他們會來嗎 他們會來嗎 我覺得我們要落實在這一塊 我們要呼籲一下政府說 在這一塊真的要幫助我們業者 我們在這一塊如果能夠做到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人資主管你們輕鬆多了 我們會不一樣的煩惱 但這樣子的話可以解決這一些問題 那我相信在這一塊的部分 應該可以做得到 如果有這些資料我們再來提供給大家 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在這裡很短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們的困境 我們的看到 我們的期望 就是這一段 就是日本向全世界招手的這一段 如果我們一樣有這樣子的制度 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相信我們可以 紓解一下我們家這些問題 在這裡也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首先謝謝一一人民銀行的邀請 還有現場各位參議員服務員的前輩大家好 那大家看到我 那個樂多多集團它本身有六個品牌 那我是代表 我是直接跟品牌連結的 叫做肉多多 那這個 其實我 老實說我還沒做過其他領域的工作 只是一直都是在公關 只是在不同的產業做公關 就剛才從主持人講的我做過媒體 我在媒體我不是記者 我在媒體還是當公關 我也在飯店待過八年 然後後來轉到這個 現在這個樂多多集團五年 目前是我待職場最短的一個期間 那我們現在總共有六個品牌 大家有機會再跟大家一一介紹 好 那我現在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些求財的管道 其實跟大家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最主要 這門參議員最主要的來源 跟大家一樣 都是從網路銀行 特別是一一人力銀行 這一塊呢 對我們的協助非常的大 不管是主動投履歷來 或者是說我們用海選去海撈 是主動去撈 覺得你適合的人選 從別的產業搶過來 這個都是要做的 第二個是內部推薦 那內部推薦 這個也是非常的好用 為什麼呢 我們曾經就是 當然就是內部推薦 有時候會淪為 會有個 人家會講說 你這樣有點像是挖角 我認識的朋友 這個當然會有一些爭議 可是我們曾經做過的 那個內部推薦呢 是那個姐姐帶妹妹 哥哥帶弟弟 這樣一起進來做 以我們有一個品牌 今年過年前呢 在高雄星光三月開幕 那要找一個店長 是怎麼樣的 我們就從新竹店 請店長過去 新竹店長他就帶了他的妹妹 一起過去 那當然是你要這樣調動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誘因 那我們提供的誘因 當然是說一些房屋 一些津貼的補助之外呢 而且就是你到新一個店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說 我們比較年輕一代的是一個 脆弱的草莓族 可是真的你跟他們講一些願景 或怎麼樣的話 他們還沒有很有心的 認為去做一個開槍匹圖的工作 他們是有意願的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不要低估 這個年輕人的潛力跟實力 然後師長引建跟在校生實習 或儲備製助 這些大家都在做的 現場爭彩活動 不管是就業博覽會 或者是就業服務機構 不過這一點 我必須講老實話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 政府單位的人 然後縣市政府單位的人 其實對我們餐飲業 或服務業來說 這種大規模的招募來的人 其實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人 就是不見得是我們的TA 甚至有些蠻多人來 是因為他可能在前一個工作 被Lay off了 他為了蒐集可能六個印章 他才可以在申請補助還是什麼 所以不見得是我們需求的 然後我們又畫紅點的是 報紙雜誌真材廣告 大家會想說 什麼時代的 誰還看報紙分類廣告來找人 這個有時候還真有 像是什麼 像以前在飯店的時候 整床的阿姨 整床阿姨不會上網 你給她上網 她也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可是真的會從這種 傳統的這種真材的方式來找 或者是以我們餐飲業來講的話 洗碗的大姐 也不會上網的 就算人力銀行再怎麼無遠佛界 他還是不會去透過人力銀行來找 所以這時候報紙的真材廣告 就非常重要 然後這一點最直接的 你在公司的網頁 或者是在你的門店貼一個真材 來了那 就是一些很醒目的標示的話 它也是蠻吸引人的 走過經過他就不會錯過 那政府的專案計劃 人才仲介機構 像是Head Hunter 這個 這個對於餐飲服務業來講的話 我覺得 Head Hunter這一塊也可能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一年會砸千萬 特別是現場如果有五星級飯店業的 有些五星級如果是在國際飯店工作的 專業人才的話 他可能年薪高達千萬 那對於餐飲服務業來講 每一分錢都是辛苦錢來說 你要花千萬請一個專業經理人 然後這個人呢 他也要能夠接地氣 所以這個是蠻大的一個考驗 毛稅之間 我們從毛稅之間找到多少人 你知道嗎 他只是從客服信箱 寄投履歷 也不是投履歷 說他想要去哪一個地方工作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等於是說 你透過各種管道可以跟消費者直接接通 這也是你也可以找到 因為至少是說 他會對於你這個企業 你這個品牌已經認同了 他想要來找這個工作 這個至少是說 大家有個共同的共識來找 找人才或找工作的話 這也是很好的利基點 好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結合媒體跟網路聲量 現在網路聲量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我這邊一個數據 我今天早上才聽到的 這幾天不是那個經典賽在台中 非常的火紅 應該是全台都火紅 那請問大家知道 網路聲量這兩天最大的是誰嗎 最高的是誰嗎 有沒有人知道 猜一下 老師猜一下 不是媽媽市長 不是李維拉 是樂天女孩林鄉 你如果去 有沒有人不曉得林鄉是誰 都知道林鄉 柵獵 柵獵是果果 就是林鄉 它引起的這個網路聲量 其實網路聲量很容易 就是有時候可以轉成一個商機 來講 來講 所以我們來講說結合媒體跟網路聲量 其實呢 也可以幫助協助我們來找我們適合的人才 因為現在很多消費 不是很多找工作的人 他第一個動作 不是他第一個動作 他可能會去上你的官網 上你的粉專 去了解你這個企業 或上Google搜尋你有什麼新聞 因為有時候上新聞不見得是正面 有時候是負面的 各種的 他會先做這一個功課 不是說因為你這個品牌大什麼 他一定就是 你就撈得到這個人 所以的話做功課 所以等於是說 你如何創造你的網路聲量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現在在這個樂多多集團五年來 我舉我合作過的兩個網路聲量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剛好人力銀行有一個議題 其實這個議題是很硬的 就是餐飲業主管傳授面試技巧 你要想說這個 怎麼可以講一個小時直播一個小時 撐不下去嗎 那還有一個 那還有一個 反正就是什麼 進入餐飲業 一些美工這些東西 這個是很硬的題材 可是我們想要怎麼做 攝影棚 我們就問一下 攝影棚可不可以用明火 可以 有沒有消防的設備 那我們說 我們就在直播現場煮火鍋好了 就邊煮邊聊 有什麼樣的活動 那包括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那個發言人 還有裡面 然後今天引領大家入座的Eva 那等於說我們 這是他本來是一個面試的主好官 可是他同樣是品牌的負責人 所以呢他順便也介紹我們的產品 那這樣子透過這個直播呢 而且人力營養的直播很常安排在中午 中午你推這種吃的一般效果是最好 所以對於餐飲業如果有 不僅是人力營養 其實很多的這種自媒體 他都有這種直播或什麼管道的話 大家都可以善加利用 甚至有些業者 你動輒你就有十幾萬粉絲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這一個東西 那下一個同樣是人力營養合作 這一次呢我們找一個台菜王子黃景龍上去 黃主廚呢很多直播 因為他會帶貨他會賣貨他上過很多 可是他說他第一次怎麼有機會去上 人力營養的這個直播東西 所以他上面也講一些東西 他怎麼去研發這個客家鹹湯圓鍋 所以這樣子 然後從這裡面我們也研究出很多 所謂的這種透過網路聲量的一個SOP 例如說我要進他的攝影棚的時候 我的食材要怎麼準備 在鏡頭前我們要呈現最好的時候 我的肉盤 大家知道放久了會塌 所以我要弄成肉捲 我先冷凍的方式再怎麼弄 然後配合直播馬上 馬上能夠立即的呈現 然後呢這個 最後拍完了一堆食材 我也不能帶回去或退回那場的廚房怎麼樣 這時候人力營養的工作夥伴就很給力 就是一起幫我們消滅食物 把這些食物通通食材 我們也不用帶回去想說怎麼處理 大家一起來消滅這個食材是最好的 這個穿主廚裝就是黃錦龍主廚台菜王子 這個發言人又出現了 還沒有 這個 好 不好意思我懂網路聲量 可是我對於這種器材類的東西 真的很沒有責 所以我們家的一些 以前所謂的陸方影集或什麼 那個時間永遠在挑的 因為我也不大會挑這個東西 好第三個我們曾做過的 就是所謂的火鍋趴真材 這一點我是希望就是說 現場不管是餐飲業服務業 你絕對要善用你的產品和你的服務 來做一個真材 我們曾經做一個火鍋趴真材 還吸引了各大媒體 甚至有些媒體還出動SNG車 來做現場連線 我們是怎麼做 一批人 例如說這邊的人 然後在面試 那這邊的人幹嘛 在吃火鍋 然後時間到了換手 這邊的人在面試 這邊火鍋 這一點有一個好處就是 很多我們來面試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看到你現場是怎麼操作的 而且進一步去了解你的商品 所以這一點呢 不僅是引發蠻大的一個效應 熱潮 就是大家來參加我們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火鍋趴的真材活動呢 也同時呢 他對於這個整個 就是你整個 企業你是怎麼運作 你的內場外場怎麼做的 他也有一個了解 那我想現在有人問說 我們又不是像你們是連鎖集團 我們哪來的公關 哪來的資深公關 哪來的公關老屁股 來操作這些東西 不見得 最近大家有一個新聞 也是講網路聲量的 新竹城隍廟 有一個手部餐缺的一個伯伯 因為就是好像有小屁孩在講 他的產品不好 所以生意不好 這種東西 可是後來就是很多人湧入 甚至不管是支持他的待用餐 或者說直接用餐 就是直接去購餐去支持 那他這個聲浪已經進行一個月了 他還是居高不下 那你說他是大企業嗎 沒有他是新竹城隍廟的一個攤子 可是他善用他的自媒體 讓自己被看見 所以呢我想說成立粉專或怎麼樣 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大家就是你只要能有梗 最基本的是你的產品一定要好 你的產品好 你只要有梗 那種話真的一定會被看見 不管是媒體報導或是怎麼樣 那我再講說這個網路聲量或媒體 我再分享我自己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在五星期飯店 就是當公安經理的時候 有一次在採訪的時候 主廚出來雀場不能說菜 他沒辦法就硬著頭皮上場了 開始我在說菜 然後那一則報導出來了以後呢 改變兩個人的人生 重大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我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集團的頂頭上司 看到了這個報導 居然說這個人口條還不錯 然後呢 說菜什麼好賣的 其實完全不下廚完全不會煮的人 也能夠將人家糊的一任一任的 第二改變的人生 是誰的人生 是那個主廚的人生 那主廚他應該有一點氣不過去 想說為什麼 我才會煮的人 我沒辦法上去講 那個人不會煮的人 在上面講的 好像還蠻有一回事 所以那位主廚 他說他以前學歷不高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會做餐飲的環境呢 都是可能就是 家境不是那麼好 你自己去做餐飲業 你還可以養活全家人 還有一個就是不愛念書 可是他為了這個 他竟然主廚喔 重新回去念大學 變成說每週要去做presentation 要做報告 去做聯想要四年下來 他現在也是說學漏唱 一個全財型的主廚 所以呢 網路聲量真的可有機會去改變 不管是一個人 甚至一家店 甚至一整個企業的人生 也希望大家有機會 就是多掌握一下 所謂的網路聲量這一塊 好 我們的最後一個面 就是說 能坐下一起吃火鍋的人 都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大家 習財 愛財 有機會的話 多拍拍 多安慰 就是我們同廠的服務人員 在這邊工商服務也一下 這個經典飯店 經典酒店 斜對面台中收購13樓 有一間肉朵朵 大家走過經過 請千萬不要錯過 好 謝謝大家 先謝謝我的先進們 就是非常精闢的 然後針對這一件就是 人力短缺的事情呢 做了這麼詳盡的詳解 那首先呢 我先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台中福華大飯店的 刑記部的協理 那通常大家都不會叫我中文 大家都會叫我Joyce 那通常聽到這個Joyce 大家都會加緊會來點什麼 掌聲 OK 那今天呢 就是 其實我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呢 從我們這個行銷 跟那個就是 行銷跟企劃的角度 來看人力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 人力短缺其實 並不是近期的問題了 但只是因為疫情 而讓它變得非常的清楚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就是 先來講一下喔 就是 當我們要找人的時候 我們要找人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 以前呢 我們的真材的模式 跟現在其實 有一點點的不大一樣 那 現在的一個 新世代的孩子們 大家要的是什麼 而我們能夠給他什麼 所以呢 通常我們在真材的時候 我們會先講到 喔 所謂的target 你的target在哪裡 OK 我相信在現場應該大部分都是 餐飲業跟 旅宿業對不對 那 首先我們就去思考說 OK OK 那我的target在哪裡 那 大家都知道喔 我們這個服務業喔 尤其是這個飯店業 其實是從人出發 有人 才有溫度 那 服務業要的是服務 所以呢 在福華飯店的一直以來的 這個企業理念裡面喔 就是 我們就是人本 那常常喔 就是 我的老闆都會跟我講說 人對了 什麼就對了 喔 這個非常的重要喔 人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當我們在找我們的target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 欸 我們到底在哪 Where are we Where are we now 那 我們能夠 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去做什麼 而我們要怎麼到達我們的目標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分三個面向來看喔 當然就是 首先我們這一個就是 大家所有的企業都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發現自己的定位 然後呢 在這個定位之下 欸 你帶給別人的image是什麼 OK 然後 如何做你的品牌發展 OK 好 那我 稍微再介紹一下福華 我相信呢 大家應該 大致上都知道福華大飯店 那當然它就是台灣的老字號的飯店啦 那目前福華呢 我們不要講其他的就是產業 我們就只講飯店的話 飯店從台北到墾丁 我們總共有九間飯店 那兩間百貨就是名品的系列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的創辦人呢 他的願景是打造台灣最精緻細膩的飯店出發 來就是建造這個飯店的 那原則上就是老字號的五星品牌飯店 好 那這個企業理念的部分喔 這個對我們找人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一定要找到就是跟自己有相同理念的人 我們的人生才能再往前跨步 好 那就是呢 其實呢 我也是大概一年前喔 才進到福華 那 當我就是看到就是這個企業理念的時候 我真的是相當之佩服我們董事長 因為啊 我覺得這個企業理念啊 它其實是完全的符合現在的孩子們想要的東西 OK 第一個喔 它的這個circle是這樣子 它從哪裡開始喔 第一個 相互尊重 以前呢 我們剛剛就是我們的先進們有講到 就是說以前的那一個年代 就是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我是主管 我叫你A 你不能去B 這個是以前的年代喔 但是福華喔 30 30年來都是以尊重員工為原則喔 所以呢 你進到飯店你第一天的上班 他就會告訴你說我們第一個企業的核心理念叫做相互尊重 接下來第二個 當然啦 飯店就是服務嘛 所以卓越服務是一定要的 大家有看到喔 尊重在服務之前 對員工的尊重 對員工的尊重 佛華是真的是一間 對員工相當相當尊重的一間 就是飯店一間企業 好 接下來呢 童心竹夢 這個竹夢喔 這個也很重要喔 我們董事長 大家應該知道現在 佛華集團的董事長是廖國宏 廖董 我們廖董呢 他 總是 會問大家 你的夢想是什麼 家裡你的夢想是什麼 好 我講一個例子喔 我們前陣子才就是 度過了我們的很歡樂的那個員工春酒 那在那個員工春酒上面呢 董事長突然就講說 因為我們有個木工師傅 然後他一直有一個夢想 他的夢想是辦一場球賽 為自己的小孩辦一場球賽 然後因為 那時候董事長遇到他 然後他就問他說 告訴我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們木工師傅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工作 然後就進飯店 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 然後呢 木工師傅就說 我的夢想就是要辦一場球賽 結果我們董事長說 好 就做 Just do it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真的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董事長他就是 常常的 會希望跟員工一起做夢 一起築夢 然後呢 不怕就是 他希望員工可以勇於去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成功就成功 如果失敗了 沒關係 不要氣餒 他可以接受員工的失敗 我覺得這個是在企業上 很少見的一個業主 是這樣子喔 那 最後一個 這個更厲害 共享經濟是什麼時候來的 應該是前幾年吧 對吧 我們創辦人在很久之前 就已經有這個 利益共享這件事情了 他要跟員工們利益共享 也就是說呢 其實 很多的就是老闆們喔 真的在sometimes 真的要不令 給員工些什麼 然後呢 要讓利一點點 今天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員工在這個 一間企業裡面上班 其實你不用 真的不用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永遠的 留下來在我這兒 而是你要告訴他說 你在這裡 是為你的未來打基礎 我對我的同事都是這樣講 我 他們要離職我都不會 我完全不會阻止 但是我會問他說 那你準備好了嗎 你從我的部門離開 就代表你的leader是我 那 我希望你是一個完整的 個體 出去外面 跟別人 打架 而不是 出去的 還要說 原來你是救衛士部門 怎麼才這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老闆都是 用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的這一個概念 去經營這個公司 但是 真的不要去想說 我的員工要跟你一起永續經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我們在他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給他什麼 我覺得這個相當的重要 OK 那我們有講到 就是其實剛剛我們說到 就是今天如果 我要找我的員工 我必須要去找到一個 跟我有相同概念跟理念的人 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繼續的合作下去 我們是用合作 不是我給你錢你來 來為我工作 好 那我們來看看佛華 佛華飯店它的給 我們一般的就是 大眾的image是什麼 OK 款待的溫度 款待是一直以來佛華的一個 就是精神指標 我們就是做到台灣溫度的款待 另外一個就是新的溫度 要認同這個企業 要認同這個企業理念 我們才能夠往前走 那其實佛華應該 我常常在外面都講說 那個佛華大飯店是這個 世界上最有愛心的飯店 因為我們真的很常做公益 那就是 總之講對於這個公益這塊 是相當的支持 所以呢這個就是 給一般的 我們的求職者的一個印象 就是要有這樣子服務的精神 然後要有新的溫度 OK 那其實佛華因為很幸運的 就是 在現在這個人力短缺的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它是一個集團 然後從台北到墾丁 於是呢 我們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優勢 我們在集團裡面呢 我們就是進行了這個共享 跟共好的這個原則 OK 那當然就是在集團的資源共享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個人感受相當的深刻 因為當我的設計 沒辦法拍照的時候 我都偷用台北的照片 就是 我們的各店呢 會互相支援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然後包含就是有一些 像前陣子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會有一些宣傳的專案 有時候因為會各店自己跑 但是我們可能就會選擇我們一起走 有一店自己跑 這樣子呢 可以節省到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然後也不會讓大家 每天都很辛苦的工作 然後呢 福華還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就是 優勢就是 會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做這個國內外的飯店的交流 跟觀摩研熄 然後以及呢 剛剛也有講到這個多職能 就是轉 部門轉調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我還蠻認同的 因為我 應該這樣講 就是在行銷公關企劃部 這一個部門來講 因為它本來的工作就比較特別 必須要了解到各個部門的一個運行的狀態 所以呢 這個轉調這件事情呢 本來就是一個 在我的認知裡面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就是行為 那不過因為福華飯店呢 它的這個所謂的人力資源系統 它相當的完整 我不得不佩服這件事情 所以呢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做這樣子的 Cost Training的這個訓練 那所以在這一塊呢 我們會希望員工可以有一個多職能的發展 那剛剛也提到啦 董事長會常常問說 欸你的夢想是什麼啊 有些人想要當歌手啊什麼的 有些人想要當直播主啊什麼的 所以呢 我們會鼓勵員工去嘗試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一個部門 那剛剛也有講到啊 最近大家老總看到都會互相問說 欸你今天有整床了沒對不對 然後下一次呢就會問說 欸你今天有去送貝品了嗎 因為之後貝品不能一次性提供 有沒有 現在未來的老總會很忙 OK 然後呢 福華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他有子女講助學禁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同事的老同 欸應該算是在福華待很久的一個 房務人員 他就說他的小孩從小到大 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 都是拿福華的獎助學金 從小 我覺得這個還蠻感人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講到這個集團的資源共享跟共好以外啊 我們會談到就是說 我們面臨這樣子的人力短缺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企業要如何去做轉型 那實際上首先喔 呃 我也感謝就是我們的廖總 他一直都站在世界最前面 那他有發現呢 這個 因為飯店這個服務這件事情人會越來越少 所以呢 他在這個數位轉型的計畫其實 跑得相當的快 不是進行才進行的喔 那就是呢 呃 除了 這個是我想了現在這個是現場面喔 我們會有去盤點我們的生產跟服務流程之中 有什麼可以經解人力跟自動化的轉型 那當然我們做了很多事 我現在只是講 就是舉了兩個例子喔 第一個例子是 我們以後有一個i-learning的這個學習 數位學習的平台 那這個東西呢 是用來訓練我的心境員工 也就是說我未來我的心境員工 不需要靠人力的訓練 而是經由這樣子的i-learning 去訓練我的孩子們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那個考核的部分以前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做每年度的考核 其實佛華的考核已經都是進步到 其實都是直接在電腦上進行 還有很多很多相關的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那未來呢 有時候大家會問說 欸那這樣子我們台灣的飯店之後會不會走進 就是完全無人的世界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 因為畢竟佛華是款待嘛 對我們還是要有人 那接下來呢 這個數位轉型計畫還有第二 第二個部分其實是在產品結構的就是轉變 那佛華在去年喔 我們電商的發展喔 是相當的蓬勃 那這也要就是回溯到說 這個電商這件事情 其實它架構在三年前 就是疫情之前就架構了 那所以呢 呃 在這兩年的疫情之中 這個電商喔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董事長他有發現說 這個服務這件事情喔 呃 可能沒辦法就是完全的做到 因此我們要找一些沒有服務來做的產品 那所以就會有這個電商的產生 OK 好那接下來喔 就是講到我們這個員工的分享機制 那就是呢 在這個員工如果有推薦好朋友來上班 一定會有推薦獎金 還有就是 因為以前都會說 哎呀你去客館 客館來 大家會不想用 現在不是喔 因為認同你才會介紹 我覺得這個很棒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很歡迎我們這個樂齡就業 就是呢 我們歡迎這個就是 已經退休的人呢 來跟我們一起同樂 然後 然後而且喔 我們會給他一些就是呢 更多的成長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很歡迎老員工的回流 我從來沒看過一間飯店喔 那個老員工回流三次了 出去再回來 出去再回來 那其實老員工回流是一件很棒的事 因為我們可以節省那個訓練的時間 OK 然後還有一個很感動的是 佛華有一個資深員工的獎勵機制 那這個資深員工獎勵機制 其實並不是 每一個企業都有 那我們的員工拿到這個都非常的開心 我們今天還有我們秘書跟我分享說 我有一個員工拿到了18年的這個 資深員工的獎牌 這個是 現在看到的這個這個是20年以上才有 然後他說他很開心 這個房務人員他說他很開心 然後他要邁向他的25年 要拿那個獎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相當感動的一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常常會有這個基歐員工的表揚 那這個基歐員工表揚會影響到他的年終 所以大家也都相當的認真要拿這個基歐員工 那接下來呢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台中浮華的這個職場好生活 那其實在我們現在看到照片裡面 除了這個職能工作圈以外 就是這個常常會做這個 就是brainstorm的這個東西以外 然後還有就是 當然就是職能訓練的部分是很完整的 那除此之外 在主管的部分也常常會有內訓 比如說關於這個團隊領導 還有一些身心靈的課程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的孩子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求職者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追求自我的實踐 跟展現自我的舞台 以及找到工作的樂趣 OK 那當然佛華呢 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個定期 我們每半年就會做一個這個定期的這個 調升的制度 那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重視員工生活跟工作上的平衡 然後創造勞資雙贏的工作環境 那最後打個廣告 會不會聽完之後想要來我這邊上班 現在是最壞的時代 不過也是最好的時代 那台中浮華讓你不是擁有一個人生 OK 謝謝大家 我們許總經理 何理事長 然後還有我們的簡協力 感謝三位今天參與我們的語談 好 那剛剛其實呢 聽到兩位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意見分享 那我這邊的話就先請教 就教這個許總經理 剛剛呢您有很多的分享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部分 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這個內部推薦 你覺得對於這個所謂的人才招募 有明顯的提升嗎 其實所謂的內部推薦的話 過去大家都會覺得 怕你內部進來的人 他會形成一個勢力 變成是說結群結黨這個東西的話 可是呢 像剛才那個協力又說了 現在有關係就是好關係 如果透過這種來的話 也就是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就我剛才提到就是那個姐姐帶妹妹 一起到南部發展 那甚至我們還有就是 從南港調到東港的 對對對 直接這樣子調 對 直接這樣子調 因為我們都是直衣門店嘛 所以透過這種關係 可是相對的 你也是要給員工一個願景 就是我這個輪調 可能是一個對你的看好 或對有一個前景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儲備幹部的概念 不是儲備幹部 就是一個升遷的空間 直接就在講 對對對 好 那因為我知道 樂多多集團 其實有很多的餐飲事業嘛 對 那如果說我們的 這些年輕的同仁們 他在進入了樂多多之後 他可能對旗下另外一個品牌 比較有興趣 就是有機會去做輪調的嗎 其實有 而且 不過當然我們一定會遵循他的意願 其實我們在過年前 在西門町正中間 韓中間那邊開了一家店 問題那個時候就是真人最大的問題 大家才會年後轉職 年前不會動 所以這個時候是最好事 支援門店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各店休假的店長 你都通通給我來支援 同一區的 那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吊電 其實有時候吊電 我們是在避免一些紛爭 因為你看到這個同仁他非常好 可是呢 他就是跟同一家店 同一區的 某個主管某個同仁 就是整個風向風水 什麼都不對的話 我們就會遵循他說 我還是想用這個人才 你有沒有可能去其他品牌 或者是吊門店 或是換區 我們現在是北中南總共分九區 你有沒有意願到別的區去工作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是覺得這種所謂的輪流方式 是一個很好 對於企業對員工很好 可是呢 最前提就是一定要尊重 就是這員工的意願 非常感謝 謝謝總經理 謝謝 那在何理事長這邊 我想要請問一下 您有沒有印象中 曾經有過有人想離職 然後您把它留下來 這樣成功的案例 一些流財的一些小方式 小PayPal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當我在看待這個缺工的一個問題來講的話 其實我是決定在這個政府的一個態度 因為大家有沒有去想到 缺工的問題 剛剛劉敏英 劉董 她也已經講過了 未來會越來越嚴重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講好了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台灣的人口出生率一年大概不到14萬 那麼再過幾年 這個當兵要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的話 各位有沒有想過 市場上又會少掉 將近六七萬的就業人口 這些人從哪邊補 這個百工百業都要缺工 所以呢 第二個 最近大家應該有看到新聞就是說 日本他們來台灣爭彩 那高雄參旅的學生呢 等於說 他整個來爭彩過去那邊 這個也取決在政府的一個態度 你看 難道高雄參旅的學生過去那邊工作 是哪觀光牽車嗎 不是嘛 所以在缺工這麼嚴重的狀況底下 我們一直在跟這個政府部門要求這個 引進這個服務業移工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卡在勞動部 勞動部被很多的這個勞團團體 有一點方向有一點走偏了 沒有錯 勞動部他希望照顧這個 中高零弱勢的一個群組來講的話 是沒有錯的 可是他這個部分他的一個工種來講的話 不見得是適合我們這個 旅宿業來使用 所以 應該是等於說 第一個政府的一個態度來講的話 他怎麼協助我們這個旅宿業 擴大這個 移工引進來 那 這個勞團也不用去擔心說 你看嘛 就是說 勞工的這個薪水待遇會減少 應該不至於啦 因為 譬如說有很多工廠製造業 種種之類的 他引進勞工進來嘛 那這個自然就會有排擠效用 那包括我們的後廠人力來講的話 房屋人員啊 或這個外廠的人員都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 外企工的一個部分 那 剛剛又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換電 是需要一個非常需要有溫度的一個行業 在缺工的狀況底下來講的話 這幾年 都沒有人嘛 所以才會有 AI啊 所有的這些東西 所以 只去想 其實 最癥結的問題還是在 這個政府的一個態度 那麼 政府 等於說工部門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的薪水也是我們這個繳稅而來 我們才是他的老闆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們 知道 很多的這個政策的聯定 不要這個 怎麼講 眼高手低啦 講的這樣 下死人科做出來的政策 實在是 下死人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以上跟各位報告 謝謝你們關心中部的產業缺工問題 那今天我看焦點是放在服務業 那不過大家都知道 中張頭或大中部地區 過去的產業的形態 照理講是製造業居多啦 然後服務業還是以北部居多 所以是不是這個原因造成了 當我們要大幅在疫後的環境 去有更多的服務業的人才投入的時候 也造成這中間的Lag 就沒辦法趕上來 是不是這個原因 這我不清楚 但是的確都有缺工的問題 尤其是製造業缺工 這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也不是今天的事了 實際上在中部各個產業 除了說景氣不好 接不到單之外 大概只要正常的景氣 大概現在這個缺工的環境 是很正常 在我們變常態的 少子化還是一個大的結構性問題 那服務業的部分 我剛剛提到 中張頭的服務業 相對於雙北或北部來講 我們的服務業的人數 或者就業人數 絕對比北部少啦 那現在也出現這個 人力短缺的狀況 這個其實也出現在 我自己的服務處 我們也是服務業 民意代表也是服務業 我們也是靠人 在做接觸在做服務的 這都是機器人 AI沒辦法取代的 那AI沒辦法取代 或者是ROBA沒辦法取代的東西 你在以後的經濟 你就會面臨一個短期的Lag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疫情那段時間 很多服務業 要嘛修業 要嘛轉型 要嘛改線上服務 所以這些人很多其實 他被迫轉業或轉行 或轉型或去進修 那你現在要解封了 馬上突然之間 要有一些人進來 因為服務業是需要 培養的 他要幾個月 甚至有著要一兩年 去培養那個人 他才能夠到位 所以你要一時間 叫很多人上線 當然他可能會馬上出現一個Lag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你不曉得 疫後經濟會怎麼樣 所以業者也不敢 大幅的去聘用人才 那不敢投資 不敢聘 其實那個薪水各方面 也不見得條件會好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兩個禮拜前 台中的一批觀光業者 到了服務處 他們不是談缺工 他們談什麼 沒有客人 怎麼說呢 因為國際客進來的不夠多 路客進來不夠多 尤其對於觀光旅遊的來講 現在我們疫情開放這段時間 台灣去日本一百萬人次 再過去幾個月 超過一百萬人次 但是請問日本人來台灣多少 請問大陸人來台灣多少 所以這些做旅宿業的也好 做餐飲業的也好 做旅遊業的也好 其實靠的還是我們國內的 國內自己的旅遊為主 那你說在這樣的環境以下 他敢大力大開的去找人 或者是佈局或者去投資嗎 其實不見得敢 所以這中間有他的一個循環的問題 不過長期來看還是會缺 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們少指化了這個問題 這個如果不改的話 沒有改善的話一定會缺 可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 要怎麼樣把它變成鄧循環 就是鼓勵鼓勵生育 最好孩子都國家養 然後年輕人沒有負擔 薪水又高 整個我們的生活環境好 那自然人口減少這件事情 或許可以改善 那這個人力結構 能夠做好的一個正向調整 這恐怕是最終知道了 那外勞或者外籍移工 他或許暫時能夠緩解我們經濟上生產的需要 可是也不要忘了 東南亞國家他們現在自己需要的也越來越多 他的薪水也越來越高 因為我前幾個月才跑了越南 這個新加坡印尼 其實包括印尼在內 印尼大概未來會是G10 現在是G20 可是他的內部的蓬勃發展 他的 包括泰國也一樣 他們的人力需求也越來越多 然後他們的薪水也越來越高 所以他不見得 他們的政府政策不見得會再願意輸出外勞 這個恐怕也是我們自己要預做準備的 不管用什麼方式 要用這個升多一點的人口來替代 還是說要用其他方式來替代 這是政府的責任 可能就是未來幾十年內 我們要去面臨的一個問題 那針對各位 我想今天應該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分享 或者想法交流 但其中如果遇到我們立法院該做的事情 能做的事情 沒關係不用吝嗇 就可以給我們 我們願意來在立法院討論看怎麼樣 不管是政策的調整鬆綁 或者不適宜的該怎麼調整 我們可以要求行政部門去做重新的擬定 那最終我們希望的就是解決業者的問題 就業的問題 然後給大家更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然後給業界更好的一個產業環境 那今天再次謝謝我們人力銀行的邀請 那也這個預祝大家 我們在以後的經濟都能夠蓬勃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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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